那我开始了 上一讲咱们讲的是大现代主义时代 是一个在从你现在的角度上讲的 已经成为或者说渐渐成为历史的时代 那当然今天讲的呢大致上也成为历史的 通常我们的教科书里面多数的说法会 这个排序啊 现代主义之后被称作后现代 但是因为后现代现在已经开始成为一个 相对来讲更狭义点的一个词汇 就是代表的是那些和现代主义的做法极其不同的 有戏谑的很多符号化的表征的这样一种时代 所以我们用了一个更可能显得更加更加客观一点的一个词汇 叫做现代主义之后 那意味着它只是在时间上 在经典的现代主义时间 现代主义时期的这个过去之后的一段时间 但它本身并不表达某一类建筑的身影 当然今天咱们这一讲就是为了讲一讲在现代主义之后 怎么判断它之后呢 也就是它被纪念了 它成为一个和现代主义所 它曾经痛恨的反对的以及继承的传统一样 它本身变成了一个传统 咱们主要会讲两种声音 就是之所以我们能够认定它过去了 意味着它已经变成了一个传统 或者说它甚至变成了某种教头 它变成一个要被继承的东西 而不再是一次像之前我们看到的 像一个革命的风潮 它已经不在心了 它成为一个已经定型的 被人已经拉开某一段距离去审视的东西 那么我们会主要讲两种声音 那么这个在现在 之所以我说所谓现代主义之后 其实也成为了历史 是因为我们也退得不够远 可以命名它们 那有两种最主要的声音 一种叫做白派 白派最主要是 它是现代主义的云脉 是继承了现代主义来主要的建筑思想 那另外一种是归派 它从表征上革命性非常强 有很强烈的这个革命的特征 但是实际上它也伴随着 它实际上伴随着对现代主义的反思 和某些程度的继承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时代真的只有传承 当然我其实不知道这个时代是不是只有传承 是因为非常纯个人的原因 我只会讲传承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人胆子特别小 非常的守旧 懒惰我 而且缺乏社会责任感 所以我一直对很多 对改变某些我喜欢的状况 会心存疑虑 因为现代主义是一个 是一个非常振奋人心的时代 所以相应来讲 当蒋对它的革命的时候 与蒋古代史不同 那即便它已经成为历史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障碍就是 它还退的不够远 包括我们现在 就是现在在咱们这个星球上 绝大多数的设计师 仍然秉持着 现代主义以来的设计思潮 和基本的设计思维的模式 待会咱们会看到 其实 所以我们从起根上 还都是追随了现代主义传承的 我们也许已经远离了现代主义之前的 不管是新艺术的 还是古典主义的 还是新古典主义的 还是歌课的 我们确信它已经过去了 但是现代主义的 它正在形成我们的手 或者已经形成了我们的手和工作方式 所以在祭奠它的时候 因为我始终 就到现在我仍然不是特别确定 现代主义究竟是 它并没有死的 只是改头换面 呈现出其他的样子 获得了新生 还是 它只不过是 坑亏未冷 尸骨未寒 这些我不是特别确定 所以只能讲着看 但是 我再一次提醒大家的是 这完全是一个个人的原因 因为在这个时代 其实有非常大的断档和改变 那有很多历史的声音认为 现代主义之后的后现代 其实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截然不同了 只是因为我个人的原因 就是我只能 我发现我只会讲成 我只能看到那些我记忆熟悉的东西 那么首先我们会从白派开始讲 那如果讲白派的话 我们又不得不追溯到现代主义 它发生的这个时刻 还记得咱们讲现代主义电击的时候 我讲过洛基耶的这个这一页 就实际上现代主义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有一个最重要的启动过程 就是原本古典主义是把自己的建筑传统 追溯到了古希腊 那么有一些后来高级派的这个前辈们 把现在把建筑的传统会追溯到哥特 但它都意味着是追溯到某一个时代的建筑 那洛基耶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类型学的工作 他把人类的建筑学追溯到一个人类的旗室 也就是这个洪污 它与任何历史无关 它和人最根本的对于建筑 对于建造的需求有关 人需要周峰当雨 于是需要在头顶上有庇护 那就必然会在四周支起结架 那么树是最早的 人可以借用的这个结构 那么在 在我国其实也是 就是比较早的这个建筑先驱 我们称作有潮式 它也是建在树上的 然后接下来它会有 它会有三角形的屋架 这个屋架被认为是 只要是 就是哪怕没有建筑学基础的小孩 它也能够画出来 三角形的屋架 是基于这种屋架 它开始有有力 然后它在两节搭起来的时候 成为三角形的时候 它其实从受力上解决同样的跨度 会比水平要更有优势 那在这个前提下 洛基耶用了一个 脱梁换柱的方式 把人类的建筑学传统 从历史里面拔出来 把它置换为一个人类最基本的需求 那么接下来 现代主义发生 还伴随着另外一个重要的事件 也就是迪老 我们之前讲过 他是 他是布雷的学生 是布隆戴尔的徒孙 他最早把建筑学的课程 放到工科院校里面去讲 当然当他给一帮没有美术基础的工程师讲 讲建筑传统的时候 他面对了一个问题 是工程师不懂美学 不懂装饰要素 该怎么讲 于是他不得不把建筑的基本形式 不断的抽象 抽象到这些工程师能认得的程度 所以我们看到 经过了一系列的抽象以后 终于工程师认得这些图了 那么紧接着 他也带来了 现代主义非常核心的一个特征 也就是空间的抽象性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现在 现在的建筑师 包括各种各个领域的设计师 所熟悉的图示的方式 那像笔老说的 在文学中 人们从一个基本的讨论开始 如果学生们接受了我们所建议的方法 他将熟悉 与其主体最相适合的形式和比例 使用较少的努力和工作 最终他们创造出能令人满足的方案 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是之前 在古典主义时代的时候 包括到新古典 长久以来 设计师最主要的设计界面 其实是建筑的立面 对吧 但是在笔老的工作以后 终于我们发现 在这些图示里面 建筑的平面开始有了更优越的代表性 从那个时代起 现代建筑的建筑师们 开始在平面上讨论设计 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之所以刚才我会 我不知道现代主义是不是已经变成教条和经典 它已经变成历史了 是因为到现在我们仍然是在用 多数建筑师是在用平面图 作为主要的工作界面在讨论设计 而且讨论的形式 我们后面会逐渐看到 没有本质上的改变 那么藉由相同的模式 既然伊朗可以把有史以来 所有的建筑都进行抽象化 那么现代主义的 比较早的一位伟大的理论家和史学家 叫做维夫科威尔 今天咱们讲的白派和灰派 有两位代表性的人物 科林罗是白派的代表人物 羅伯特文丘里是灰派的宗师 这两个人都是维特科威尔的学生 所以之前我们讲过另外一位伟大的建筑的教师 除了格罗皮乌斯以外 彼得贝伦斯 他门下曾经出了格罗皮乌斯 密斯和勒科布希 那么实际上维特科威尔甚至在教育上的成就 也许甚至比他更高 因为他的两位高族几乎代表了现代主义之后的一整个时代 那么在这里面我发现 维特科威尔用的是跟伊朗非常相近的办法 他把帕拉第奥平生做的所有别墅的平面都进行了抽象化 在这里面我们还是发现不再有装饰了 我们也看不到控制线的这个美学院族 但主要看到的都是抽象化的平面类型 而且这个类型我们发现其实还没有被画到最简 当然12个是一个在西方美学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魔术 就是上帝的圣谷也是12个 对吧 就是他有最多的东西数 它是一个神圣的数字 那么在这里面他保留了12个 实际上我们知道他仍然还可以继续化简 比如说这个和这个都已经有多大差别 他们桌子又有多大的差别 会变得非常微妙 但是当他被简的更少的时候 这件事又开始会变得不可讨论 那么再接下来就是经由现代主义的 电机者的这个铺电工作以后 我们在之后迎来了经典的现代主义时代 那么莱特密斯和科普西几乎是三位超人 就是我到现在仍然会认为四五百年之后 西方的美学史会把现代主义时代定义的和我们既往的 所知的西方最伟大的那个文艺处星时代 是 也许会放到同等的地位 因为它出现了太多的超人 还以一己之力奠定了一个时代 而且他们的声音至今 语音绕绕了 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其实在个人强大的背后 在此刻没有建立起 就是在这三位大师所在的时代 他们在出现的时候并没有现代主义 他们并不是在现代主义的基础上在做着工作 他们本身构成了现代主义 而且他们之间做的工作也很不同 于是我们不得不提的是鲍豪斯 当然鲍豪斯是现代主义教育的奠基 但是在这个奠基之下 在这个奠基之下 那在他们出现的时候 在这个教育主义出现的时候 仍然也还没有现代主义 他们也是现代主义的构成者 所以我们知道有一句话叫做 不实如山真面目 只原身在此山中 那到现在为止 我们所接触的那个时代 所有伟大的东西 都构建着那个时代 所以我们始终没有机会退一步 去遥望 去回头审视那个时代 在鲍豪斯 其实鲍豪斯作为一个 作为一个现代主义正宗的教育系统 他根正苗红 但是他面对的是跟之前三位大师 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境况 也就是他们根本没有机会 能够旁观一下 现代主义是什么状况 他们本身就已经成为了 现代主义的一部分 而且在他成为现代主义 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的时候 一直到三一年他解散的时候 也许鲍豪斯都不自知 他将来对整个西方建筑学 甚至整个西方教育学 所产生的作用 所以 当然后面我们仍然能看到 鲍豪斯的门徒 在现代主义的教育传承里面 写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 就是之前讲鲍豪斯的时候 留下了一个疑问 就是鲍豪斯 在提出鲍豪斯的章程的时候 曾经讲到 建筑是所有活动的终极目标 大家还记得吧 但是一直到鲍豪斯结束的时候 一旦当他们开始接触建筑的时候 密斯凡德罗接手了鲍豪斯的时候 鲍豪斯已经 进入了苟延残喘的状态 然后继而他开始 他消失了 他不再有了 所以我们根本没有在鲍豪斯里面 看到正统的建筑教育 我们看到的是鲍豪斯的 里面那几位大师 帮助所有的学生 理解那个时代的工业 以及理解那个时代的艺术 但是在鲍豪斯里面 并没有实现把工业和艺术结合起来 并直接走向鲍豪斯 梦寐以求的建筑 所以接下来我要讲的 其实是整个这个系列里面 除了一顿以外 我最想讲的东西 这是一个我的私欲 所以在之前我会 我会格外把课堂清得格外干净 这是所有的个人 我不太清楚 就是当你在讲述一个对你来说 可能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像你把重要的客人请到家里的时候 你可能会先把家里打扫得格外干净 多揉其景 这个是一个令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的事情 就是在一九五几年 就是从大概五三年到五七年之间 在这四五年里面 全世界几乎最优秀的建筑教育的青年才俊 居然 居然 居然跑到一个 德州建筑大学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 云集在那儿 而且那里面有很多名字到现在仍然 如来一贯克林罗 你知道啊 刚才讲到的 斯拉茨基 斯拉茨基跟贺希 两个人 就是还记得我们讲包浩斯的时候 有一个人叫做埃尔波斯 也就是一顿有一个年龄跟他几乎一样大的学生 后来在一顿离开包浩斯以后 是埃尔波斯继承了他的初步课程 开始主持包浩斯的初步课程 就是那个埃尔波斯 斯拉茨基跟贺希 两个人是埃尔波斯的门徒 所以他们是包浩斯的迪传 那么克林罗我们知道是刚才 我们看到把帕拉蒂奥平生的这个作品 抽象成十二个基本原型的那位伟大的理论家 维特科威尔的弟子 他有一个师弟叫罗伯克文丘里 现在可能名声比他还大 之前讲勒科布歇的时候 我们讲到了科布歇的历面 加歇别墅的历面 讲到了透明性 那么透明性就是克林罗和斯拉斯基两个人合作的 那么霍伊斯里 霍伊斯里是最早 53年就到了 就到了德州的 那么 57年霍伊斯里离开了德州 建筑大学以后 去了一个地方叫做苏黎市高等工科去 高等工科大学 也就是现在大名鼎鼎的苏黎市高工 几乎把现代主义 空间教育的遗传 在苏黎市高工形成燎远之势 那一直到现在 所以这高工仍然是 现代空间教育的最核心 以及最纯正的阵地 约翰海布克是我最喜欢的 几乎在我心目中是和约翰伊顿 都叫约翰 和伊顿并驾齐驱的伟大的建筑教育家 那么他他在后面 待会咱们会讲到白派的 从作品上的代表人物叫做纽约武 包括伊德·埃森曼 那么海布克是纽约武里面的核心成员 然后他他本人是库婆联盟 就是库婆联盟的弟子 那之后他他在70年代又回到库婆联盟 几乎以一己之力 就是带来了库婆联盟的一次 在现代主义之后非常重要的白派 那么这一批伟大的年轻教师在那几年里 所以我也完全想象不出那几年 德州建筑大学的这个学生们 该有多么的幸福 那形成了几乎到现在为止我所知道的 如果按照现在的话说 那个叫现代主义空间教育天团 就是现在在余乐里会这么叫 但是他们真的是一个天团 就是这个组合在任何地方 到现在任何学校 以他的自身的影响力都很难 同时遇见这么多优秀的教育家 那么他们因为在德州之后 被冠以一个非常酷的名字 叫做《格州奇景》 这个原本是一个西部片的 这个电影的片名 就因为他们年轻和睿智 但是最早去的 最早过去的是霍伊斯里 霍伊斯里之后跟斯拉斯基 还有贺希 就这里 和贺希 最早建立了 就提出了这个 德州建筑大学的这个教纲 这份教纲非常重要 它几乎已经成为现在我们 现代主义的 其实不是现代主义 几乎所有的建筑大学 最基本的这个教育章程 就是包括我们学习构成 学习最基本的空间训练 实际上 仍然都还有它的影子 所以 这一刻可能是跟我们最息息相关的 因为我们始终可以 通过它来检查和反思一下 自己所在受的教育 能够看应它自己的原因 其中的两个 克林罗 维特科威尔的弟子 以及斯拉斯基 是埃尔博斯的弟子 他们联手写的透明性 这个我在讲科目的时候讲过了 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因为在科目西叶以前 其实 我不是特别清楚 科目西叶是不是 这么清晰的在研究透明性 但是在透明性 这篇文章发表以前 实际上在现代主义 是没有成系统的立面设计的 这个咱们之前讲过 但是在国电主义时期 其实立面一直是作为第一系统 基本设计师是以立面作为第一 工作界面的 那么到现代主义以后 从迪朗开始 建筑师开始在平面上工作 那多数的这个建筑 其实是没有成系统的立面设计的 那一直到了这个时候 到科目西叶的立面设计 变得非常的细统 因为他本身就是 就是纯粹主义的大师 但是他的教育 他未说清楚 教育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事说清楚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行业高手 都能成为优秀的 都能成为优秀的教师 就在于你是不是有能力 但是其实还有特别重要的 你是不是有勇气把事情说清楚 因为一旦当你把自己做的事说清楚的时候 你一定没有机会成为神了 就当你把自己所有的头脑 所有的无能无知以及学习的过程 那时候呈现给你的学生的时候 这个是海德格尔说的 教师在怎么教 其实教师只是呈现一个学生的样子 给学生去学 而不是指导学生该怎么做 那么这一群人他们肯这样 他们在透明性里面呈现的 就是自己对科目西叶的 在建筑艺术上 包括在他的作品里面所讨论的问题 毕加索和伯洛克都是立体主义的大师 实际上在科林罗和斯拉斯基之前 很少有人有如此精确的敏感去讨论 他们俩之间微妙的差别 讨论共性的其实会更多 而在空间上微妙的差别 恰恰是建筑师的职能所在 恰恰是他们的天上 所以在毕加索的这个立体主义里面 我们能看到 其实这两个都之前我们讲过 都有正三角形的稳定的结构 平面构图的结构 但是在这里面最大的不同 是在毕加索里面 这些结构本身是以线的方式 被呈现出来的 而这些线其实跟它后面所表现的 这个破碎的体量 它可以无限远也可以无限近的 它像幻灯片一样可以被叠加 而在伯洛克这里面 有一个微妙的不同是 它里面所有结构的线 都不是线 它都属于某一个破碎的物体 是其中的一部分 当然它们也构成了正三角形 非常稳定的这个结构 所以它们从 绘画艺术的表现上 非常之接近 但是 但是以空间的角度上来讲 这是两种 几乎 完全不同的 表现方式 那么实际上 地下索的这一种 就被称作物理的透明性 因为它完全像玻璃一样 它是透过一个东西能看到另外一个东西的透明性 这些线性的结构和后面的这个所有光影的破碎的这个 这个雕塑 雕塑化的空间化的这个表现 都是存在的 它们只是被叠加在一块 之所以你能透过一个看到另一个 是因为它在物理上像玻璃一样的透明 这个被称作物理的透明性 那伯洛克的这种被称作现象学的透明性 因为在这里面只有碎片 而且是浅浮雕式的碎片 因为在这里面它对任何一个碎片刻画供应 不可能制造太深度的这个 这个空间透视的效果 所以它一定是一个浅浮雕式的 但是在这里面其实有和美加索的 非常接近的结构性的这个线条 但是实际上是没有这些线条的 但是所有的观察这幅画的人 都能从里面看到这些结构性的线条 那这个被称作现象学的透明性 它属于现象 人能够收到 但是你看不到它的实体 或者它属于不同的实体 而构成了一个能被人理解归纳出来 但是它实际上你不能确认它存在的实体 这个被称作现象学的透明性 那么科布希耶的里面设计 属于现象学的透明性 其实这个没有那么典型 当然它更伟大 这个是最典型的现象学的透明性 因为我们看到它是由无数符 它有若干符 各自独立的有着自己情节和构图内容的这个绘画 所拼成 但是在他们被拼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一个头像对吧 但这个头像是没有的 明白我的意思吧 这是典型的现象学的透明性 所以透过这个我们可以 首先需要区分这一差别 那么再接下来再理解科布希耶的那边设计的什么 我们看到非常有趣的状况 正像我们讲的 在所有透明性的这个建筑的外观设计里面 一定会有一块是被裁下来 它被裁掉了表皮其中的一块以后 它会露出里面所有的内容 呈现给大家看 因为呈现出来的内容 就是它会被伸出来 所以你会认为它 这个套还是从里面完整的被伸出来 然后因为在两边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非常轻薄的作为单强的蓝板 会立起来 它一定会把这个高度 它其实不是为了一个安全 因为这已经太高了 对屋顶来讲 这个蓝板是安全 一米多对吧 那么这个高度是为了人在人事点的时候能看到 但是因为它非常的薄 你会认为它的后面 其实这是一整座房子 你也会认为它非常的薄 所以因为它切掉了一块 露出了一部分 作为一些线索和提示 你会补权它没有的部分 现象学的透明性跟物理学的透明性 有一个最大的差别 是物理学的透明性 你能看到它所有的真相 而现象学的透明性 是你可以领悟它所有 希望呈现给你的真相 而那个东西不必是真相 我在讲客户的时候举个一个例子 我坐在这桌子挡着我的腿 你们都认为我有腿 但在这一刻 在我的腿藏到桌子下面的时候 你们并没有参与所有的过程 你不知道刚才是不是有人把我腿锯了 对吧 他把我腿给偷走了 我完全可以没有腿 因为你看不到 但是你们都会补权这个事实 但是事实上 他给了我一个机会 即便我没有腿 我也可以坐在这 让你们以为我有腿一样 这种现象学的透明性 我突然想起来 好像去年的春晚 还是前年的春晚 据说陈一迅是腿摔了 坐轮椅唱的 但是在当时通过各种简洁 你是不知道的 对吧 这是相同的道理 那就是一个典型的 通过镜头组织的现象学的透明性 因为你不知道那个真相 你认为他俩就是齐来齐去的 对吧 他俩从来没有站在一块 因为没有任何事故发生 那回到这儿来 终于以这种立体主义的方式 现代主义得到了任何时代的建筑 他的美学都和本时代的这个艺术 是相吻合的 不管是回溯到戈特 回溯到文艺处星 还是在古希腊 古罗马的时代 都是这样的 但现代主义一定也有它 可以帮助建筑 或者说可以跟建筑一起成长的 这个艺术传统 它必须结合 所以在这里面 其实是到了现代主义之后 到了科林罗和斯拉茨基的时代 这件事才真的从理论上和从教学上被结合起来 那在这里面我们还记得 最典型的其实是来热的三幅面孔 其实这是三幅画 这三幅画被叠在一块 每幅画都被抠掉了一部分 然后露出了后面的画 但是因为它抠得非常的巧妙 以至于我们都不知道哪幅画是放在最上面 哪幅画是在最下面 它们互相遮挡 也互相掩映着裸露 那以至于我们在同一个画面上 可以看到在有限的面积里面 可以看到三幅不同的画 收到三幅不同的画 所能传达给我们的东西 那么在科布希的加歇别墅里面 用了相同的方式 尽管这里面仍然保留了现代主义建筑 极端的简洁 而且在里面已经没有任何中式要素 在之前其实 在现代主义之前 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的实战美学 是作用在建筑的中式要素符号上 那么在现代主义建筑 当它去除了中式要素以后 它其实也在原本 是去除了所有艺术有可能介入的这个 这个机会 是在克林罗和斯拉斯基的这个评论里 他终于找回了这个机会 也就是以体量空间自身的这个表达 实现它原本应该有的复杂性 当然到最后我们会讲一讲 文秋里的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 那借由这个评论 实际上在现代主义之后的时代 之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时候现代主义成为经典 所以它不同的大师已经开始放在一起 被后人品评和比较 在不同的标准和视角下 去区分他们的高下和方向 这个很重要 所以在这我其实提示大家一件事 所有的评价都基于标准之上 世界上从来没有个绝对的评价 也就是说没有绝对的高下 但是在任何时候 只要你建立起一个评价的标准 在这个标准下 你就可以比出高下 所以在任何时候 你希望度量某些东西 比较某些东西的时候 第一件事不是比较他们的好坏 优劣 而是先制造一把足够精确和公正的尺子 但很多时候高下的区分 并不来自于他们本身所存在的状况 而来自于这把尺子是什么样的 而在现代主义时代 我们刚才说的种种的缺失 是因为现代主义时代 这些大师们没有机会 退一步来度量一下自己 但终于这个时代貌似过去了 过去的足够的久 几乎所有的经典的作品 都已经呈现出来 这几位大师在五十年代 也相继步入晚年 甚至像莱特 来得比较早的 走得相对也比较早 那已经成为历史了 在这个时候 这个评价非常的重要 以透明性的角度来评价 俄罗皮乎斯做的建筑的外观 或者说它的立面 远远不及科夫西耶 在加歇别墅里面所做的 它最大的差别是 在透明性的角度上来讲 科夫西耶 比如说最典型的包护斯校舍的 这个建筑设计 它是没有立面设计的 它在立面上表现的几乎全部是材料和工艺 当然这恰恰是德意志制造联盟 当初在森佩尔的指引下 引以为傲的东西 我们还记得森佩尔的主张 所有的材料都可以被大理石可以 像切黄油一样的被切割 象牙可以是变成可塑的 所有的材料都变得如此的平滑和挺 那么德国的成统是这样的 但同时也意味着 它除了材料和工艺本身 并没有太多其他属于几何的 属于布置 属于形态的 纯形式特征 而是属于材料和争议特征 所以就此在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读一读透明性 在柯林罗的这个笔照里面 他发现摄影师想要拍一个包子校舍的这个照片 很少有摄影师会拍摄的正立面 因为他实在是缺乏层次 只能看到他的材料 所以多数摄影师会找一个转角的地方去拍摄的体量 之所以大家知道摄影师是在那个时代 包括到现在这个时代 是对空间里面的实景最敏感的一个职业 当他们做某些非常一贯的选择的时候 一定是有很强的依据支持他们的 不管这个是自知的还是不自知的 所以在这里面 即便是最伟大的摄影师 也找不到办法去拍他的正面 呈现出足够的丰富性 而多数摄影师在拍加些别数的时候 会去拍他的正立面 而在他的正立面里 能给出的信息不只是立面 不只是材料 然而在这个时候我们突然发现 科布希耶跟格罗皮乌斯 以及密斯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是 科布希耶在中期 盛期以及他的早期 他很少表现材料本身 他绝大多数的建筑都是抹灰的 而格罗皮乌斯和密斯 几乎毕生的这个作品 都是表现材料自身的特征 由于像密斯这样 用钢和玻璃 就传达钢和玻璃本身的制度 这个非常的不同 当科布 能把这个叫做浑水 现在从技术来讲 能把一个建筑的外观做成浑水的时候 一定意味着他找到了其他表现的方式 当他不想表现材料的时候 纯形式会变成一个几乎没有其他选择的表现的方式 那么我们知道作为一个设计来讲 当你在图纸里面推敲一个设计的时候 在图纸里你是很难推敲它的材质的 因为材质是在工厂和在材料商那里就被决定的 而你真正在图纸上 属于建筑师在设计的领域的时候 你操作的是纯形式 所以纯形式是存在的 尽管在现在啊 因为路斯的关系 他就贬低了 那么在这里面 我想要讲的主要不是加些别处的例面 当然这个例面 基于德州骑警的两位核心成员的工作 已经变得理论化 而在这之前 包括现在啊 我其实背到这段 我回想我自己上大学的时候 我几乎从来没有真的设计过例面 或者我从来不知道该怎么设计的 往往是你平面调完了 对吧 咱们的老师也是拿着平面图来 不管是讲功能 还是讲空间 基本都是拿平面图来讲 我们真的知道例面该怎么设计的 但其实这是一个缺失 这个缺失曾经被弥补过 但是短暂的弥补以后 在长时间里呢 仍然是缺失 在这儿我希望给大家看的是这个 加些别处作为现代主义 非常重要的一个设计 但是我们看它的原型 仍然来自帕拉调 这件事非常有意思 而且后面咱们讲九宫格的时候 会讲到这个楼梯 你们可以看到它基本的空间布置 跟帕拉第奥的马尔康山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它会有一个中天 然后入口的位置在这儿 然后它的楼梯间的位置在这儿 这儿会有一个小房间 这儿也有一个小房间 对吧 包括它空间的增额几乎都是一样的 它俩唯一的区别 是科普西把这两个开间给踩出来了 把这一段整个切掉 而选择了这个开间做二层的平台 也就是这一段 当然因为它切了一下 整个它内部的布局 其实因为切了这一段 完全都被呈现出来 被翻出来 你们看到它的真相 当然立面上完全不同 这个就是古典主义典型的 它大量的美学出现在这个立面的这个 比例体系上 当然其实今天我不详解 科普西的立面 几乎都是在控制线 非常古典的 古典主义的控制线的这个比例 体系下被建立起来 所以以相同的 首先我们看到它的空间的 或者说平面布局的魔术 是如出一辙的 而它的立面非常不同 而且分别 采用和传达了 甚至推进了它们本时代的艺术传统 因为比例体系不只是建筑传统 它是一个大艺术 所以在这我们突然看到 你甚至一旦你用维特克尔的方式 你把加西别墅也抽象了以后 你甚至分不出来 他们俩谁是谁 这两个的在哪呢 就是这个故事 我们可能认识最多是这个对吧 因为它原厅别处 特征最明显 科普西也选用了一个特征最不明显的 今天我只讲到这 如果有机会我在这讲类型学的话 阿道夫·路斯就是那个说 装饰就是罪恶的人 他也曾经做了一个一模一样 科普西也有一个暗恋很久的女艺术家 艾琳·格雷几乎也做了一个一模一样 这个咱们讲 有机会吧 我一定会再不管在哪 会再讲类型学的 几乎是一模一样 这个时候我们突然发现 迪朗的强大之处 它不只是在现代主义 还没有出现的时候 就奠基了现代主义 它所赖以创生的教育 而且以相类似的方式 它是可以延续的 所有的教育 并不是所有的专业高手 都乐意去谈历史 尤其现代主义那些大师 他们都乐意谈自己跟既往的 新古典主义的这个传统 一刀两断的这一面 但是几乎所有的高手 都是对自己本土的建筑传统 了如指掌的 所以当一个老师 希望他的学生可以 步大师后尘的时候 唯一能讲的东西 就是历史 就是在你们看到 这些大师从哪来的 当我们只能看到科普希 伟大的时刻的时候 在那一刻它已经 不可超越 也没有任何一位教师 有本事 能站在他之上 带着大家鸟看一下这位大师 但是唯一的途径就是 老师可以引领你们 去大师来的地方看 再到大师去的地方看 当然在这条路上 学生能走多远 完全是学生自己的事 那么这个就是 现代主义整个空间 操作他所来的地方 虽然科普没有谈他 莱克没有谈他 密斯也没有谈他 甚至我们在鲍豪斯里面 鲍豪斯还没有来得及 去讨论建筑的抽象化 就已经解体了 土崩瓦解 但是在这一刻 德州骑警的那帮 终于找到了他们的机会 九宫格 我们可以看到在维特克威尔的这个图示里面 它几乎都是一个三乘三的 一个方形的九宫格所导致的 当然有一些呈现了方向性 后面咱们还会讲到方向性 当然有一些它完全没有方向性 比如说原型别术 那么意味着 从文艺复兴时代 就可以帮助现代主义的这个原型 它一旦 它一定也可以帮助现代主义的后裔们 走下去 那么最早 是斯拉斯基和赫西两个人 从埃尔博斯那出来 那么他们到了德州 最早把这个九宫格 带进了教学里面 但是在那一刻 九宫格还没有建筑的意义 他们仍然只是用九宫格 帮助学生去做 比较抽象的形式操作 但是另外一位教育大师 约翰·海鲁克 他突然从这里面发现了 极强的建筑学意义 另一方面 这个是什么呀 这个独立的柱子 还有这个瓶子是什么呀 它有多么的像科普希耶的 多米诺 多米诺就是一个独立的柱 这时候海鲁克突然发现 结构柱位几乎都已经有了 而且与之相应的一个基本的空间模式也有了 它为什么三乘三啊 为什么不能是四乘四或者二乘二 因为二乘二和四乘四都缺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空间位 中央 三乘三可以有中央 可以有两边 五乘五也有中央和两边 但它只是三乘三的丰富化 所以作为人类讨论空间来讲 三乘三的九宫阁几乎是一个 最千变万化有着极强丰富度 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最简最简化的模式了 不只是西方啊 中国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九宫阁了 对吧 不管是在和图落书里 还是就是就是有兴趣同学去看看中国古代的皇城啊 精图九鬼 九经九尾 对吧就是面朝后世 左左右社 讲的是相同的道理 它是一个最基本的空间单元的模式在这里面 当然海独克一旦把那个多米诺体系照上去以后 他突然变成了一个最得天独厚的建筑教育的模型 而另一方面三乘三的另外一个好处是 它不代表它不带来先方的方向 因为建筑本来是没有方向的 只有你把它放在地球上 太阳东升西落 你在北半球主要的光风南边打 它才开始有了主要的这个方向对吧 然后这个时候因为陆地和海洋的关系有了风 这个时候它的另外一个方向逻辑也开始出现了 等等等等 但是在所有在这之前 当人类只讨论空间的时候 它几乎就是九分阁 所以不管是迪朗还是维特科威尔 当它把空间抽象到这个程度 这个抽象度的尺度把握就在于 一方面它足够的抽象 你让它能够容纳和解释足够多的对象 另外一方面它还没有被抽象的过于简化的 以至于丧失了它本身的特征 但待会咱们会讲到这里面最重要的特征是什么 然后在一个九宫阁里面 实际上 框架结构只是给学生带来一个 你这房子是不是站起来 但它并不代表 它并不决定这个形态 因为任何一个阁 随着你在纯几核里面讨论它不同的维格方式 是点状的 线状的 面状的移基 它不同的封闭度 其实在里面是变化无群的 真正和理诺的是这个对吧 但其实一样的那个九宫阁的空间的参照点 它可以是这种形态 它也可以是半维格的 它也可以是高窗的 也可以是全维格的 这个是纯粹的空间 而且在此刻还没有代入功能 是纯空间讨论的 所以尽管现代主义似乎在标比功能主义 但是我们要清楚 现代主义讨论空间 是有史以来最纯粹的 最功能无关的 纯空间讨论 所以不意味着在一个建筑设计里面 功能不重要 它如此之重要 但是在我们讨论空间之前 我们起码要体验过 纯粹的空间是什么样的 所以在相同的模式下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极其多的变化 它可以呈现出各种各样不同的形态 当然在这里面所呈现的 已经都是有建筑潜力的 有建筑形态特征的 我们能看到丰哥派的特征 也能看到某些立体主义的特征 我们发现下一讲 咱们讲日本的时候会讲到这个 是有人做的 待会儿其实咱们马上也能看到 海独克就带着学生做了类似的事 他几乎可以支持所有的 我们所能够碰触到的可能性 对吧 包括 谁说过九宫阁只能是方的 一旦海独克把它抽成一个框架以后 在这个结构下 它其实它的维护也可以变得非常的自由 所以在这一刻 一个枯燥的 而且会涉及到大量问题的建筑设计的训练 突然变成了一个简单的游戏 这个游戏 其实中学生也能玩 其实小学生也能玩 而且我们会发现其实玩得越早 我们所受的启发会越大 我们对空间的认识也许会 会更为不同 大家也不要太绝望 我接触这些的时候快三十 那也不意味着 什么时候都不晚 只要你始终尊重课堂 我不是在开玩笑 因为你真的想学东西的话 没有课堂什么都谈不上 我今天在讲的其实就是一个课堂 然后我们会发现 比较早的这个游戏怎么玩呢 这是最低年级的 其实当然它不是最最低年级 最最低年级是先把这个东西搭起来 紧接着我们发现 一个最简单的 啥都知道的 玩魔方的就知道的 它有九个房间 因为你原本就分了九格 那么越小的小孩 越会认为它是九个房间 你有了越多的知识 你越会觉得这个房间是变化无穷的 但不意味着你从第一时间就知道 它变化无穷 是一件好事啊 所以咱们都别太着急了高兴 然后紧接着这事变得特别简单 所有的人认识房间 无非就是哪个房间放什么 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摆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 是楼梯间 它和其他 唯一的不同是 其他你摆了只定义这个房间 而一旦楼梯间被摆上来以后 它定义了什么 定义了不同层之间的连接 所以它不只是一个功能 楼梯间本身就是一个空间 它是一个被嵌套在空间里的空间 而且它衔接不同的空间 所以它太不同了 所以一般来讲 眼睛最干净的小孩 你稍微分析一下问题 你会发现这个楼梯间应该放在中间 因为它交通最便利 在一层的时候你还不觉得对吧 但一旦到二层的时候 你会看到它到哪都更近 然后在当这个九宫阁 它非常匀质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空间 在带入功能之前 这个带入功能 它已经开始渐渐的趋于场所 空间 越抽象的时候 它就越匀质 它就越平等 越区分不出彼此 越做不了价值评判 所以在这个时候 最早对空间做价值评判的什么呀 就是这个楼梯间 所以当你还不知道该怎么评判这些空间的时候 一般人来讲都会放在中间 对吧 所以我奶奶经常跟我说 教育我做人 中国叫中庸 但是我奶奶不识字 她不懂中庸 她始终教育我 她说三条大道走中央 它其实意味着 当你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 要公正 实际上在这里面我们突然发现 第一个在不带入任何功能动机的时候 一个价值评判已经出现了 在这个九宫阁里面 最公正的位置在哪 在所有的中间位置都最公正 那在这个希腊十字 在这个希腊十字里面最公正的地方在哪 就在它最中央 所以在中国城市里面 皇城就在最中央 那在这里面这个楼梯间就放在最中央 那楼梯间放完以后 你突然踏实了 对吧 就是你最影响这个空间 绝对形态的东西被决定了以后 其他你就放完 就好像这关系都变得不太大了 然后在这里面一个房间就放出来了 当然它一定不够好 但不够好这事非常重要 是因为我在开始接触和学习九宫阁的时候 我才真的发现 我似乎之前也没有很纯粹的讨论过 什么样的好什么样的不好 以及不好到什么程度 那么这个 你都放完以后 因为它太过公正 它太过云质了 实际上整个建筑的过程 基本上就是一个从空间到场所的过程 当然有一个反的过程 当你表现空间的时候 你反而要去掉它的场所感 这个有机会咱们讲空间和场所的时候 再讲这件事 我好像就挖个空越来越多 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都填上 这时候我们发现这是一个起居室 起居室一般要求比较大 对吧 但是因为它每一个格子都一般大 这个时候 小朋友也会开始觉得起居室有点小 但是没办法 这格子已经森了 然后再有一个什么呢 这是厨房和厕所 厨房和厕所一般不要求那么大 科布希也就说超过两平米的厕所就是犯罪 因为它确实不需要那么大 所以它有点大 这时候你会发现楼梯间也用不着这么多地方 所以突然你会发现 有些房间会有一些种余 有些房间又有点不够 然后我记得金庸写武侠小时候 我说九阴真经里第一句什么呀 天知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对吧 于是他们上二年级了 接下来损有余而补不足该怎么补 之前我们讲了 所有在这个九宫阁里面 当它有多层的时候 第一位抛开所有其他的价值评判 决定这个空间特征的是楼梯对吧 所以因为你在之前的九宫阁里 第一个是先放楼梯 所以你要在做调整的时候 你一定要从楼梯开始调整 这个时候我没发现 之前的起居室在楼梯的左边对吧 然后那个厨房和厕所在楼梯的右边对吧 就是突然 在当你希望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一件事 你除了把这个墙打开 让这个有一棵起居室也进来以外 我们突然发现了一件 其实明明在那摆着 有很多人死活发现不了的事 双跑楼梯间 它叫双跑 它是一跑加一跑 那你为什么 你凭什么把人家 就一定要作为一个物件 摆在一个房间里面对吧 它完全有机会 因为它是双跑 完全有机会 其中一跑在一格里 另外一跑在另外一格里对吧 而且因为当你评估过起居室跟厕所 这个厨房的位置以后 这事变得非常容易犯了 就是 你已经知道该往哪边推去了 对吧 你也知道推多少 你一定是推到这个双跑之间的位置 它完全不影响这个功能 这时候 因为楼梯间被推过去以后 突然你会发现 厨房厕所的这个大小 变得比较合适 然后这个起居室也开始变得比较合适 那这时候我们开始 获得了一些教育 是我们在讨论功能之前 脑子里不是起居室 厨房厕所 而是一系列的功能 以及它所匹配的空间 以及当它匀制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方法 以及在这个空间里面 作为启动机制的楼梯间 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点门道 之前 无数次的 几乎每个PPT里面都会讲到迪朗 但是迪朗它究竟干了什么 我们发现迪朗除了把空间抽象了以后 在迪朗的抽象化的那些 已经非常几何的 让我们不知道它干什么 或者干什么都行的空间里面 只有一个要素 是什么样 就是楼梯间 所以当这个时候 我再去翻迪朗那些图的时候 我发现我之前只注意它那些 房间啊 抽象格我从来没有注意 其实迪朗画了那么多的楼梯间 而且不同形式的楼梯间 它很大程度上会影响这个建议的 空间 所以意味着在什么问题都不讨论的时候 楼梯间是最不关乎空间性质的一个要素 我们再来看 在迪朗的这个 抽象到这个程度 当然什么都没有了 对吧 当它抽象到上一步的时候 它会把所有的功能全都抽出去 一定会保留楼梯间 因为它是属于空间的部分 它不是一个功能设备 它除此之外 还是一个空间要素 这是我们再看维特科威尔的这个抽象 它太清楚了 在帕拉迪奥里面 九宫格的布置 几乎每个都是一样的 但是楼梯间不同 所以我要收回 之前在好几讲我都讲过的一句话 我曾经讲过它 所以千万不要相信我说的话 最重要的是我在这说 以及我为什么说这些 而不是我说了什么 我没有认为一句话是对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仍然坚信 我每一句话一定都不对 我不知道它错不错 因为几乎每年在备课的时候都会修正一些东西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曾经无数次的说过 在它这十二种圆形里面 原本不需要十二个 因为没有这么多区分 有很多可以再合并同类像 但合并到最终一定是一个九宫格 对吧 但在这里面我们发现 有很多它空间上 如果抛开楼梯间 空间上是一模一样的 但它唯一的不同是什么 就是楼梯间 所以楼梯间在空间里面的呈现 它甚至是整个空间抽象程度的一级 是有这么一级 只有空间的分隔 而它的抽象程度到现在 这个在西方建筑学的教育里面 几乎已经成为公论了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它的下一级就是摆上了楼梯间的 同样抽象程度的空间 然后再下一级才谈到 对空间的使用它的外部以及内部 对它的各种要求 所以就会有学生做这种训练 当一个空间里面没有楼梯间的时候 它会呈现什么样的状况 以及当你在这个空间里面 不希望有楼梯间的干扰 而你又需要有楼梯间功能的时候 它会呈现什么样的状况 而当你把一个楼梯间排出来的时候 你突然会发现 九宫阁原本云质的空间 它是有排他性的 随着它的特征渐渐的被勾化清楚 有越来越多 所有的东西会从它里面玻璃出来 这时候我们再回首去看看 维特科威尔所处理的原型 在帕拉第奥呢 它并不是做的每一个空间都是九宫阁 当然它的每一个九宫阁都更接近空间 帕拉第奥把太多东西排出来 而这个排出来一定是有选择 是有它强烈的特征的 但是在这儿我已经没有机会讲强弱了 有兴趣的东西 广告我不做 我在快速设计的培训里面讲强弱 它是一门起码要一整天的课程 然后接下来 我们看到 几乎在迪朗所有的这个抽象里面 最终一定是楼梯间 而且这个你真的拍掉楼梯间以后 这几个空间是一模一样的 但因为楼梯间的存在 它不止空间不一样 它连立面都不一样 那接下来 我们会看到 当它立面不一样的时候 它是用什么处理立面的 用的是助老 是古典主义最最重要的一个要素 在这儿我们看一个好玩的东西 这个家伙呢 做九宫格做了 已经有好几轮练习了 所以他不止把楼梯间能够排出来 他把好多东西都排出来 但是被排出来的主要 会是厨房厕所这些功能 功能越强烈 他会越早获得价值判断 在空间里面 会越早摆脱云质化 他就越会容易 从这个空间里面 从纯粹的空间里面 云质的空间里面 被甩出来 所以这个角色干了一件事呢 他把在里面真的不太好待的 这个空间 之前你要磨梯皮签对吧 那意味着你要处理它 这个时候他把它给排出来 这是海独克从而路过 一个大嘴巴 这怎么行 九宫格的外形方方正正的 九宫格的 它外形原本的前提就是 你根本不用担心它的外观是什么样的 因为它已经非常的严正 您把这东西排出来了 我外形怎么办 你必须给我想办法 然后学生也跟他商量 对吧 那我能不能把这东西摁回去 那不行 你把它排出来是基于空间的去行 既然它已经出来了 它不能被摁回 你必须想办法解决 你必须想办法解决 这学生一定想得很郁闷 最终他想 算了 他坐了一圈住廊 坐得跟这个形状一样 把这个外圈给补 补得完整了 补完整了以后 再交给老师看 老师您看这样 您能满意吗 对吧 他老师说恭喜你 你接触了古希腊帕提农的光辉成就 这时候你再回头看 帕提农它是一个神庙 帕提农是一个巨大的神庙 后面和一个仓宝室 对吧 它的功能上其实并不是那么纯粹的 而它的外观如此纯粹 它为什么外观能做得如此纯粹啊 我们知道帕提农四周 恰恰做了一圈住老 形成了它最终的外观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一个学生因为解决一个功能上的 空间上自身的问题 他面对了一个外观的问题 然后他敲破脑袋 想到一个外观的问题 这个时候他其实原本是用一个方式 解决了一个问题 但是 我觉得当他做到这一刻 如果有人引导他回望一下帕提农的话 这个超过所有的历史课 建筑师学历史 不是为了了解那段历史 而是为了获得智慧 但很多时候我们学习历史的时候 获得不了智慧 是因为我们没有机会接触 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建筑师 所接触的问题 所以一旦当有一天 我们跟他共同面对相同的问题 找到类似的解决方式 再回望他的时候 这个时候历史与年代没有关系 与行制规格所有那些规定的教条 都没有关系 他是一个智慧 然后紧接着 刚才那个还好啊 对吧 他排出两方的 对吧 这哥们排出两方 对吧 就是你随着对坑间里面的这个场所 不断的这个深化和讨论它的功能 他就会渐渐的摆脱那个云质画 就得从里面溜出来对吧 这边溜出来以后变成这样对吧 他一定也挨了大嘴巴 说你这个 比这个还不如对吧 这个基本上还比较丧 你这个该怎么办 对吧 但是他看了这个人 你用狼子补呗对吧 好 那我也用狼子补呗 这事儿突然变成了一个模仿秀对吧 就我排出东西什么样 我俩做什么样 因为他要一个轴对称嘛 要一个几何不变性对吧 然后他用一个狼子 把这个东西做了以后 交给老师说 老师您看这个怎么样 老师说恭喜你啊 你接触了人文主义时代伟大的帕拉迪奥的光辉成就 你不知道他原庆别墅它是什么 原庆别墅它本身的立面是失控的 因为它里面有太多的功能 其实要透射出来 它已经够干净了 但它没方那么干净 所以这个东西 你看这个自由立面了 对吧 这科布希也喜欢 对吧 现在好多是魅导和氏 希泽利威也做了好多立面就是这样 但是帕拉迪奥那个时候 它不成对吧 它要这么做的话 它会饿死的 所以 它必须要想个办法 它想个办法 这个办法跟那个办法有什么区别 但这时候你又了解了一段历史 而且这段历史不大需要太多的助教 你甚至不必知道它的年代 你甚至不必知道这个作者是啪啪吊 这个 你知道要解决某一类问题 它有某一类方式 当你这个年代的时候 你知道这个方式从 从16世纪就开始有了 你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而且当你看遍你周遭的 太多东西的时候 你发现还真没有什么办法 比这个办法更好的时候 这时候你不是因为帕拉迪奥这个名字 油然升起静谧 而是你真的发现没有办法超越 而真的有一天你发现了某些东西超越了 或者说它 它同样巧巧妙地以不同途径 解决了相同问题的时候 你才会如获之宝 想要查查做这个的人究竟是谁 不管我认不认识他 但是我想知道他究竟是怎么做的 这个是建筑师 这个是建筑师学历史 与考古的历史的人文的所有其他学科学历史最大的差别 所以我们会发现既然九宫格的这个训练它可以帮助你理解历史 它一定可以帮助你理解任何时代的艺术精髓 所以在这我们可以看到 当改革换变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当你拿着一个风格派的 我们知道 为什么他们敢留这个作业 是因为有密斯 有莱特 作为前车之舰 对吧 那在这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当这个独立的框架 它真的是框架 这个更接近海独克 提出九宫格原型的这个状态 在这个学生当自由的在里面做风格的时候 它自然会躲开这些柱子的 那这个时候 你发现从表现上已经开始非常的接近了 但是它为什么要躲开柱子 如果你做过之前的九宫格训练的话 你一定知道 当你把风格画在这个柱网上的时候 它对于功能的解决是不完善的 因为它原本是一个没有价值评判的 而我有了以后 它跟柱网发生关系 会变成一个有问题的事 所以当你一开始就脱开了 而在你这个时候脱开的时候 你发现 空间的分格跟结构框架的自由 给你带来了多么大的便利 它甚至不用像前一轮做的一样 你去搬那个楼梯间对吧 所有的分格都摆脱了结构的束缚 你终于开始明白 钢筋混凝土材料出现以后 当有了框架结构以后 为什么整个建筑界都认为自己 该革命 是因为最基本的空间模式 被改变了 而你身为了在那个时候的改变 你也就太容易明白 为什么那个时候 很多建了大户院的时候 他们会把目光投向风格开 所以我们看到 在尼斯·凡德罗的 在他的流动空间里面 恰恰是非常严整的这个结构框架 配流动性的自由分格的空间 空间以空间自身的形态呈现 结构以结构自身的形态出现 他们秋毫无法 会被破开 所以会呈现这种状态 那你也开始理解密斯 他为什么会以 凡杜斯·凡德罗的方式来解决 那这个时候 我曾经在讲密斯的时候许诺 我要给大家讲一讲 当时 我给大家讲了凡杜斯·凡德罗 跟蒙特利安是怎么结合的 我先给大家讲一讲 他们俩是怎么分手的 原本这哥俩关系特别好 就是用现在话说好记忆 实际上我从上中学的时候 就特别迷恋蒙特利安的这个构成 而且也经常会学画的构成 后来我才知道 我几乎我学他画的所有东西都画错了 因为我会把这个边给画成黑的 因为他那个流的这个白边 始终让我觉得不出不快 是一个特别 就是 所以我身体内容关系自己有点强迫症 我不把这个边勒得整整齐齐的 非常的挺 我觉得心里很不舒服 所以我几乎那时候 林国所有蒙特利安的这个绘画 都是有一个黑边的 后来我发现错了 蒙特利安知道会抽过来 为什么他没有一个黑边 然后这时候我们再看 他们真正定型以后 风格派定型 定型以前的东西 这是蒙特利安画的 他在画这个世界 就正交的直线 正交的这个关系 是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抽象到最后 是它最原本的存在的方式 是这样的 然后 当你开始注意这事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注意它的边框 所以很多时候真的不是我们 要先了解艺术才能去学好建筑 很多时候它其实是用同一副眼镜 当你擦亮建筑这副眼镜的时候 你能看到更多艺术上有趣的东西 这事是如果我不学建筑 永远也接触不到的 当时在读海多克的美如沙的面具 有一句话提醒我 海多克提到蒙特利安一直在敦促建筑师 去留意他的绘画的变化 但是当时没有人留意 后来海多克留意了 那你突然会发现蒙特利安当初 在建筑这个绘画 一旦画到画框边界 这幅画 画纸快要没有的时候 他会用推运的 会让他虚下去 究竟为了什么 到这两年 我其实才开始真正的明白 蒙特利安一直被这个问题 痛苦的纠结了很久 为什么 因为在这幅画里面 他画的是整个世界 但这幅画像一张照片一样 没有任何照片能拍整个世界 有同学如果听我讲过 文艺复兴的话 我讲过 全部物质不是物质 对吧 整个世界的东西不是这个世界 那么 它只是一部分 但是最尴尬的事就卡在哪呢 蒙特利安认为 这个世界是横平树直的正交的关系的 对吧 它总是画这个世界 然后它其实取景它取了一块 但画框刚好也是横平树直正交的 所以我从小就没有读得懂蒙特利安的画 我一直认为蒙特利安绘画的世界 到边框地方就完了 所以我觉得不勒上那个黑线 这些线总是觉得如芒刺在背 我甚至觉得浑身痒痒 但是我现在再看勒上这个边的 我觉得会非常痛苦 因为这个世界没有完 只是画不完了 但这个世界还是延续的 它只是取了这个世界里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它绝不会在这这边的 而且它会强烈的 这些线甚至是为了向你表达它们还是延伸的 但是因为画框的这个边界跟它整个构图的这个方式 是一个天然的巧合 因为一般的人你只要不用脑子想的话 你方方正正的图你都是正着放的对吧 所以这事一直困扰蒙特利安 现在你明白他为什么要退运了吧 到快结束了他退过去 为了告诉你什么呀 这事还没完啊 他还是无限的有 所以他会渐渐把它退完 终于有一天蒙特利安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事 他突然意识到所有的问题都出在画框上正着摆的对吧 所以突然有一天蒙特利安意识到 当我把这画框转个45度 为什么不是90度啊 转90度一个方的 它都没转一样对吧 这是为什么九宫阁是个方的对吧 所以转45度是有一个最强烈的冲突的时候 当一旦他打画框转45度 所有的事都清楚了 在同一幅画里原本在这对吧 他表达的这么辛苦 你也没有收到这是一个完整的世界 这只是一个抓拍而已 对吧 因为他摆开了整个世界 一到这 因为这个画框的生硬的阶段 所有原本延续的东西 都被截断了以后 你太清楚了 他这个没有完 所以终于蒙特利安 直到他把画框转了45度 他才认为他的风格派成熟了 以后可以这么走 以后可以这么走 就意味着 以后他就这么画了 对吧 所以他过去一直这样 之后他就把他转了45度 然后他那个好基友 凡杜斯堡呢 他说蒙特利安其实 逻辑性极强的话 应该是有强迫症的 所以他对这个 逻辑的这个 这个严密性要求实在是太高了 但是凡杜斯堡 其实是一个非常放松的人 蒋包尔斯也看到了 对吧 他为了跟伊顿他们较劲 瞧不上 他其实很通认格洛比乌斯 没有请他去包尔斯当戏主任 他就带着一波 对吧 打打主义 带一帮打打主义的人 跑到魏马去跟他们唱对拍戏 对吧 是一个非常放松的人 所以一方面 他觉得蒙特利安这个东西 有点意思 另外一方面 凡杜斯堡没觉得这个世界究竟要怎么样 但他觉得这个45度的构图关系特别好 那既然蒙特利安转的是画布 他也转画布 他觉得这事有点不好意思 他又没有准备好在所有的作品里面 就是明谢蒙特利安 所以呢 他就把里边的内容转了45度 这样从构图上貌似是一样的 但是以蒙特利安的逻辑来讲说 咱俩过去认为世界都是这样的 对吧 我扭了扭镜头 这事儿咱们俩的世界观还是一致的 您老当把这个世界给变成这样的时候 咱们世界观已经分道扬镳了 对吧 就这事儿 道不同不相回谋 对吧 就是蒙特利安也要求凡杜斯堡 来选择 你选择是把世界给挣回来 咱们还在一起 还是咱们就各走各的 当然 凡杜斯堡 去了卫马 对吧 但还是各走各的吧 所以凡杜斯堡还是画了 挺多这样的这个 而这个其实很有名 因为那装修的餐厅 基本就是照着这个装修的 于是他们俩呢 就分道扬镳了 这事儿究竟有多重要 在现代主义时期 一直没有显现出它的重要 因为现代主义的第一代 经典现代主义的第一代大师 就科布密斯 他们其实 关注的都是风格派的风格 所以 学凡杜斯堡和学蒙特利安是差不多的 一直到了现代主义之后 到了德州提警这 这事儿变得不同了 对吧 你们现在很理解它 就是你看起来很像 其实是多么不同的 两种方式 对吧 所以蒙特利安认为 凡杜斯堡是邪教教主吧 对 最正义人士 一直到哪儿 这个才开始 就是他们的分手 才开始对建筑学产生极其强大的利益 就在于海独克 也就是 几乎是我并列最喜欢的 和伊顿并列最喜欢的那位建筑教育大师 海独克在离开了德州提警以后 他开始长时间的致力于灵性功 我们看这个灵性功就来自于哪儿 蒙特利安 因为他开始注意到蒙特利安说那句话 而且他甚至在他去荷兰游学的时候 就是他曾经就提到一个细节啊 他说他在 他一直以为蒙特利安的这个绘画是抽象的 直到有一天他在荷兰坐着汽车 在一片玉金香填 填判行驶 他突然才意识到蒙特利安的绘画是非常写实的 但是到现在我还没有找到那图景 但是没有关系 其实是在海独克的美独沙的面具里面 提到蒙特利安曾经多次提醒建筑界 关注他的操作方式 但是在当时建筑界没有关注到这个方式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他的生成方式很简单 原本是这个九宫格的模式 然后他把这个边框 其实就原本是那个画框扭了45度以后 意味着什么 建筑的外形逻辑跟这个建筑的结构 以及内部空间逻辑 产生了一个最大限度的冲突 这是我们突然注意到一个事实是什么 我们在讲现代主义电机 以及蒋莱特的时候都讲过 现代主义当把立面变成平面 当在追求功能的时候 让平面变得自由的时候 面对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就是建筑的外观 一旦建筑的平面开始舒展 开始解决功能 以功能为前提 变得自由和流动了以后 建筑的外观就走 濒临崩溃 这是为什么整个现代主义时期 它的立面设计都非常的苍白 但是在这个教堆里面 原本的九宫格 之前学生之所以在之前的九宫格里面 它会接触到帕提农 接触到原厅别墅 是因为在那一刻 在九宫格里面 它的外框跟它的内部空间 刚好是吻合的 所以在这里面根本没有出现 根本没有提及到现代主义以来 所出现的那个建筑的外形 以及内部空间风格出现的冲突 而当学生没有遭遇这个冲突的时候 作为现代主义建筑学的这个后裔 遗传是少了一刻的 是你只面对了传统大师的问题 但你没有面对现代主义大师的问题 而蒙特利安的这一年 刚好修正了这个教具 让学生可以开始面对第一代大师莱特 科普密斯他们都面对过的这个问题 所以灵性宫是我认为 这太个人了 这说出来有点没有底气 是我认为九宫格的这个教具 最终走向成熟的一步 当没有实现灵性宫的时候 这个教具比现代主义就差了这一个问题 那在这之后我们会发现 它里面整个空间的特质都变了 学生除了要面对这些被结构先天分隔的这个定义的 或明确或含糊的空间 应该怎么来实现功能走向长所以外 还要面对一个内部空间 一旦它越接近这个外部体量的这层表图 就会面对越大的冲突 你只有二选 要不然改变外联 要不然改变内部 否则的话你只能面对它最冲突的这一步 而这些冲突在之前的九宫阁里面没有 所以在这我们甚至发现了科部的第三则构图 但在这里面发现所有的这个形式里面 它功能比较强的都会接近中央 而越接近四边的 是对它的功能定义越弱的人 所以在这里面 全局的空间开始变得浓度不同 开始变得不那么云质 而在九宫阁里面 你是不能把任何东西排出来 因为你需要面对这个矛盾 所以在这我们能看到 还能呈现出各种各样不同的特征 在这个时候楼梯间的选择也开始变得 不像在九宫阁里那么的这种 而在这里面我们甚至看到了科部的建筑物体 但建筑物体一定不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 越接近明确的功能的 会对空间有强迫作用 就会越往中间去 会越远离四周 所以在这我们看到 它们俩最大的差别 一旦这个冲突出现 之前的这个空间布局 它是可以非常云质的你在任何位置选择 没有冲突 而在这的时候学生开始被迫 以更细微的这个梯度来解读空间里面 它特征的差异 而且在功能被带出之前 你就可以开始解读它特征的差异 然后在这儿 这个是从设计上另外一个从制图数上 它也导致了极大的差别 我们知道 古典主义的时候画立面对吧 在表现空间的时候画什么呢 画透视 但现代主义的空间 你在任何一个透视里面 我们知道到莱特密斯的时候 流动空间的时候 你在任何一点也感受不到它的流动 只有你洞察了全局空间的时候 这个流动才存在 所以制图数也变成了一个问题 我们发现用于现代主义 用于表达空间的制图数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轴侧 轴侧和透视 和鸟看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你一旦确定了一个透视 这个图景反过来就锁定了 看这个透视的人所占的位置 而在现代主义的空间 当你强调空间性的时候 你一定不乐意 事先锁定一个正确的位置 这是现代主义的空间 跟古典主义的空间 一个最大的差别和不同 是你一旦先选定了这个位置 这个空间会因为这个位置不同 而现代主义所有的空间讨论 你发现是没有事先占定的那个位置 那莱特的启动是它的壁炉 来自于森佩尔 那密斯继承莱特的壁炉 虽然它已经不是壁炉 但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它们并没有预设 人应该在哪 所以在这里面人是没有位置的 在什么样的图里面 你既能看到这个空间 又没有人的位置 轴侧 因为轴侧图是一个叫做什么 平行透视对吧 因为它没有灭点 也就反过来锁定不了人的位置 所以在一个轴侧图里面 你能看到更加纯粹的空间 它云质化的特征 而不会被这个视角所锁定 当然你锁定了一个方向 而没有一个确定的视点 这个时候空间性是更强的 但是所有的制图数 都会反过来影响你的设计 并不是一开始是设计的这个动机 会选择不同的制图数 但是当时咱们会看到 不同的制图数 有机会我专门讲一讲 跟制图数有关的 我有个师兄叫吴宏德 是各种高手 这是有个师门的好处 你有很多师兄弟和老师 所以我讲的东西通常都不是我自己研究的 都是来自于我的师门 我读到的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事 所以在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呢 这个是海独克的叫做二分之一宅 不是宅男的宅 住宅的宅 为什么叫二分之一宅呢 维特鲁威说 基本上人就有两种几格型 是启动的 不讨论的 一个就是正方形 对吧 一个是圆形 还记得维特鲁威人吗 对吧 那么这二分之一宅 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他把方形和圆形都切成两半 当然圆形怎么切都是这样的 对吧 就是你有本事给我二分之一个圆形 能切出两不一样的来看 但是方形是有两种切法 一种是平行与边匹的 一种是对角线匹的 对吧 那于是就就就就就有了他们哥仨 他们哥仨 刚好一个半圆 一个成方形 一个三角形 空间外形极其不同 当然海独克要求把完全相同的这个功能要求给你给我塞到三个不同的这个空间外形里面 当然这个也已经是功能和不同几个形式的一个碰撞 在这咱们主要讲的不是这个 主要讲的是这个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它其实就是正轴侧 升起来 为什么正轴侧还有一个什么好处啊 在这里面你同时能看到它的平面 因为它平面是没有变形的 你还能看到它的立面对吧 它的立面也是没有变形的 而在此刻你还能看到它的空间是什么样的 是同时讨论这三个东西 而不是你画一个平面 然后升起一个立面 然后建个模看看里面空间什么样 当有这个先后顺序的时候 你的你的操作解决一定是不同的 所以现代主义既然要讨论空间 它是一个三度的一定希望同时 在考察这几个要素 那看这儿其实看的挺清楚啊 因为它是个圆的 所以这个体量特别清楚对吧 然后这个三角呢 因为它斜了一下 它转了一下 所以也特别清楚啊 到这个矩形的时候 这事儿这面有点恍惚了对吧 平面也清楚 立面也清楚 但你看不清空间关系 因为有太多 应该在空间里面能看到的关系 它在这个图示上面 它连接起来 对吧 所以你怎么知道 它是一个体量 它其实就是一个体量 跟这是一个关系的 但因为它跟 它跟这个转折强点的线 它是稳合的在这个 因为它一边高嘛 所以它导致了什么 它导致这个东西 你也不知道它是两个面 还是一个竖起来的一个片 所以在这三个里面 这两个你都一眼就能看到 这个空间关系 在这里 空间关系不但没有被表达 反而被极大限度的给拍平了 对吧 所以这就带来了正轴策 它选择这个方向太讲究了 但是多数的房间又都是方的 这该怎么办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房间 它其实就是科普希业画的这幅画 你讲个纯粹主义的绘画 它最牛的地方在哪呢 它就在于因为你看的是一正头影 对吧 然后这个东西其实你 就是这个这么 就看这里 其实很清楚 这一个瓶子 然后它把这瓶子的这个 就是这个要看对吧 瓶子总瓶也给立起来 它把所有东西都给立起来给你看 对吧 所以纯粹主义是立体主义的余脉 让你看到了更多的这个真相 但在这一刻它也面临了一个问题是 这个瓶口 它既可以是这个瓶子的 深度方向 它也可以同时是这个瓶子的立面 对吧 它可以瓶子中间有个洞 它也可以是立面 因为在这种制图术里面 你是区分不了 它究竟是在平面上存在 还是在地面上存在 这事儿 让科普的纯粹主义的绘画 非常的迷人 所以在这儿对它的研究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在一个有限的要素里面 呈现了极强的这个丰富性 一个要素 它同时会会代表几个不同的东西 当然这个也符合立体主义的这个艺术特征 对吧 但是如果这在制图术里面太可怕了 对吧 就当你貌似的是在同一个图式里面处理平面 立面以及空间 但是你看到的空间完全是一个误会的空间 这个时候对于整个空间操作里面 会带来极大的损失 但这个损失 对吧 在这儿一样 这四分之三宅 所以我们看到基本上在这儿 在这儿 在这儿 对吧 只要有弧线 只要你能看到更多扭转的 不属于正方向的这个要素的时候 你都能看清它空间和体量 什么德行 但一旦这个东西 刚好就跟这方向吻合 对吧 谁对痛恨吻合 蒙特利安 对吧 他痛恨的事儿 在建筑水里落实起来就是这件事 你看不见空间什么样 你看到的就是一个平片 你跟它想不出来这个东西 你还不如看平面的对吧 你还能想象这个空间 一旦看这东西 你也想象不出这个空间什么样了 所有这些问题 会因为什么被解决啊 会因为一个扭转 这幅图是什么 彼得艾森曼的二号宅 在他的图解日志里 所以其实在真正学会了九宫阁以前 我根本看不懂艾森曼的图解日志 但一旦有了那个基础以后 你看他的图解日志 就是一本学生作业 没有什么先锋可言 但是非常让人感动的 做的太扎实和地道了 几乎做了所有现代主义这个空间 操作的这个训练 而且老老实实地 编排到一个作业本里面 所以我也不知道 就是因为有个太多小朋友 会因为时髦去读艾森曼 读的走火入魔 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就认为这一代不知所云 但其实恰恰因为我们缺了这一刻 艾森曼的二号宅里 他干了一件事就是 他在这里面要表达这个空间 对吧 所以你扭一下以后 他自然就呈现出了那个圆形 以及三角形 他扭转这个物体以后 你就能看到空间了 但在这里面 什么东西损失了 立面损失了 平面没有面 当然平面你可能要歪起头来看 对吧 现在这个图示好像也很有名 我不知道是不是 是不是Coopers Union的学生最早 因为整天这么看 看他们的平面 但什么东西受伤了 在这个制图树里面 立面受伤了 在之前这里面 所有的立面都是立面对吧 但是在这儿立面不是立面 原本一个矩形的立面 变成平行四边形 也就意味着在这个操作里面 你的平面 你的空间可以得到 最好的解决 因为这个图是第一位 体贴空间 你的平面布局 可以得到第二位的解决 因为它第二位的 你扭一下头就可以看到平面 而在这里面 立面一定是最照顾到的 一定解决的程度最低的 这个是多数现代主义 一直痛对吧 不会做立面 我上大学的时候通常 每个作业都是到教读前一晚上 我才真的知道我做这个设计 立面长什么样 有的时候吓自己跳 有过惊喜 但更多的是惊悚 所以意味着你只是扭一下的话 它必然会有所放弃 你会丢东西 然后这个时候 海独克说 哎 这事 这事可以帮我们 因为立面属于外形 平面同时属于外形和内部 空间属于内部 而前面就是中校不得两全 而当它扭一45度的时候 海独克突然发现中校两全了 当然这个他在学生做的 就在这里面 其实会有一些非常有趣的东西 你在这儿能看到 它是一圆团对吧 在这儿看到一方筒 然后在某些时候 它其实这儿还是一方筒 但是因为你完全看不到 它的纵向的时候 它可以是一个线对吧 也可以是个面 还能是个体 但你不知道 这就是制图术有意思的地方 所以千万不要相信 图纸只是我们想好的东西 画出来 看看它什么样 不同的制图术 不只能呈现不同的效果 它还会导致不同的设计 而突然在这儿的时候 我们发现 当在平面布局里面 符合蒙特利安的这个 两个的扭转的时候 它在空间里面 它和艾森曼的二号宅 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呀 二号宅里面 立面受伤了 在这里面 立面得到了保全 平面得到了保全 因为45度的扭转 这个空间 被最清晰的呈现出来 既不用锁定视角 又几乎能够洞察 这个空间里 所有的这个 尖格的存在状况 然后再加之前面讲到 它在设计里面 又碰撞和让学生 遭遇了现代主义 在电机阶段所面对的 外观体量和内部空间的这个 非常巨大的矛盾 所以在这个时候 这个圆形 所以零星宫 它最重要的讨论阵地 并不是在那个平面上 当然这个平面完全就在这 而是在这个正轴侧头上 因为这个扭转 三个面 其实是两个面 立面和平面 以及空间 都得到了最忠实的 和最有效的传达 这就是制图数的差别 今天在地铁上 我还在跟我的同事聊这事 文艺复兴以来 古典主义的做建筑 它很多都会画一条轴线 对吧 然后我见很多国内的 你比如做个四合院啊 做什么呀 只要做个对称的东西 都是都画一条轴线 但那条轴线是对称轴吗 它不是对称轴啊 那条轴线是一条四轴 因为在 之前我们讲的 其实轴线 那条轴线在什么时候有意义 在你确定了一个人观看的这个位置 以及以这个位置为起点 去规划一个空间的时候 它是有意义的 比如说对吧 我每个PPT里一定会有的 这雅典学院 因为有拉贝尔他所站的位置 其实他把自己画到这儿啊 然后一层拱洞 两层拱洞 三层拱洞 之前我们讲了 它在整个灭点表现里面 它会突出这个 弗拉图与亚里士多德 但是从这里面 整个空间的逻辑 支持这条轴线是 它有一条四轴 所有的建筑的物体 都会向两边展开 违和强调 起码是退让这条四轴对吧 在这条四轴上 所有东西都要拆迁 除非你是最后的一个 当没有最后的一个的时候 那个东西就是上帝 所以我们看 在西方建筑学里面 这条轴线 它太重要了对吧 就是你完全就清楚 这整个这个空间 它所基于构造的 这个基本特征和起点 相同的逻辑 如果是北京的四个院 你平面上画一轴线 是没问题的 因为平面上不讨论空间 对吧 你真是你把拉图 抓到这来 就是我们希望 雅典学院发生在 我们四个院 有拉图 站在这个空间 序列的起点的时候 第一个要素是怎么样 隐蔽对吧 基本上画纸铺开 这就画完了 里边所有的事都没有发生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知道 不同的制图术 它与不同的 空间构成的逻辑 它是完全不同的 再回到这来 刻骨的制图术 导致了它对空间 以及最重要的 它的纯粹主义绘画的构建 那么在海鲁克的制图术里面 是只有在这种制图术下 空间的讨论 平立面的 同时的讨论 而且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了很多 有趣的东西 原本 这个立面是不明朗的 而在这个里面 我们甚至看到了 它的立面开始呈现了特殊性 从正面你能看到 它物体性的 深处和内部空间 所一致的位置 当然它被画出来像个百页 意味着在这里面 它的立面有得画 而现在我们在想 类似的制图术 为什么我在之前 会先讲透明性 因为在相同的标准下 米开朗基 不是 格罗皮乌斯 有什么可画的 对吧 它这些东西基本上就是 玻璃幕墙的格子 但是在这里面 但是我们突然发现 科布希的 模仿工厂的立面 是这样的 彭提杜艺术中心的立面 也是这样的 所以在这一刻 我们突然发现 又是一个制图术 和九宫阁 以及那个蒙德里安市的扭转 导致了现代主义的弟子 终于有机会 接触现代主义 第一代大师所面对的 所以在这里面能看到 它在不同的层 它会用不同的方式 那在所有的方式 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空间升格 那在下一张图示里面 我们看到的是一个 外部体量 也就是科布希业的建筑物体 而在这里面 以相同的图示 你不需要思考该怎么来画 你只要根据正轴册的这个 这规则把它升起来 你就可以讨论这个空间 体量 平面以及里面 所以这个才是现代主义 真正最最最最正统的 如果你在讨论空间 它几乎是唯一的 你可以讨论 纯粹空间的方式 再回来我们再来看 科布希业的草图里面 是画室内的 而密斯和格罗皮乌斯的草图里面 非常少表达室内的透水 所以那时候我们看到 对吧 我们突然开始能够 藉由我们手头所操作的一个作业 以及它的制度数 开始理解 科布希业 当初为什么 因为日照和通风 两个逻辑 锁定了这个阻辑 因为在这个双逻辑 锁定之下 才达成了另外一个 可以不用透明性 但同时仍然能实现 立面设计的 一种操作方式 这个方式在零星宫里面 被表现得临近 它是一个空间化的方法 包括它内部的建筑物体 只有在正轴侧的图示下 当空间被扭转 它才能够最清晰的位置很好 所以我们 现在我们突然开始发现 现在的空间教育 它的制度数 蒙特利安和凡杜斯宝 当初他们 他们这个分手 实在是太重要了 所以我们又一次看到 现代主义 尽管它是一场革命 它跟建筑史 有史以来 所有的时代一样紧密的结合 内阁时代的艺术传统 并且抛开艺术传统 它作为建筑学自身的问题 仍然可以独立 刚才讲的是德州骑警 实际上林迅宫已经不是德州骑警的功绩 但是林迅宫的前提是九宫德 接下来我们讲一讲 德州骑警的这个余脉 也就是海独克离开德州骑警以后 海独克原本 库珀联盟是美国跟 长春藤联盟齐名的一家私立学校 它的录取率比长春藤联盟里的那些名校还要低 教育质量比他们还要高 它的建立是这个皮特库珀 他本身就是一个发明家 也是一个企业家 同时他还支持教育 那么海独克原本就是库珀联盟的弟子 他其实从库珀联盟毕业以后去罗马游学了一年 然后从罗马回到美国以后加盟了德州骑警 那么他离开了德州以后 在七十年代他回到了他的母校 主持他母校的建筑 就成为建筑学院的院长 一直做到两千年他去世为止 所以库珀联盟里面 几乎有现代理教育实践里面最引人路胜的部分 你们看到这个是海独克 海独克其实是比其他的这些教育家更有诗人情怀的一个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特别 其实一顿也是 就是像当他独立开始主持教学的时候 开始带学生做很多 在德州骑警里面可能不再会去做的事 你们认得这个吧 这是万神妙 那开始带学生回顾一切 当然在一个最基本的要素训练 所以在这儿其实我们仍然应该回顾包浩斯的教育 就是当你能把一个完整的建筑 视为一系列你能认得的药素的时候 该有多么重要 他今天有不能鼓这课 已经快要讲过完了 所以他现在的学生把这个万神妙 拆成了各种各样的药素 你看到它其实虽然看起来复杂和很大 但其实从药素上它非常的简单 那还有更好玩的 当在这一个的时候你讨论的是要素 你的视角 还是一个鸟看图的视角 因为你只要你的眼睛是正常的 你不可能看到 在真实的三度空间里看到轴侧了 但是没关系 这是一个上帝的视角 你操作的视角 当你操作完了以后 他带着学生在桌上扣个洞 在姐姐翻到身边去看看 因为所有的设计师都必然经历这两个阶段 你在案头上像上帝一样 你一个俯视的视角去面对你的作品 而一旦它被构建起来 你必须要回到人的视角 所以这是一个思辨性极强的切换 在你还没有成为建筑师 能够盖万世庙的时候 你就可以做这些事 然后再接下来 九宫阁吧 但是这个九宫阁已经有点 这九宫阁本身就是一盒子了 该有的要素都放在 它其实就是一套积木 它太容易带你上手 所以看到海独克在Coopers Union里做的事儿 我真的是觉得 其实孩子从上大学才开始学建筑 是一个很可惜的事儿 这个教育真的是可以从麻烦发起来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高兴了 如果就是我真的有闲 有开开上儿班 我特别想知道 在我知道小朋友的时候 能得到多少教育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 它开始 原本那个 当海独克第一次接触九宫阁的时候 他是把多米诺 大家知道对吧 把那个钢筋混凝土的框架给放上去的 但是紧接着一个思辨是 这个世界上并不只有钢筋混凝土框架 以及当把那堆放上去的时候 学生没有机会接触到 各种各样的这个结构模式 所以九宫阁这个时候 它变成一个简单的位置关系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各种各样不同的结构都开始出现在 哇这个有多么的歌特对吧 这是竖柱对吧 所以当在这个梯度里面 当对吧 非常纪念性的典型的 这个古希拉式的这个 有极大厚重体这样的柱子 然后再接下来 自然而然在右下角 它一定走到坑了 因为当这柱子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不必是实心的对吧 所以在这个时候 当从这这个梯度开始到这的时候 这个结构模式叫什么 叫做格构式啊 我曾经也讲过 我们工作室 做一个豪宅的时候 苦于这个跨步又很大 结构做大了又又挡视线啊 做小了这个房子又会倒 后来我们想了一个折 就是把它做成格构式 但你翻过头来 其实看啊 当然我们的结构师 还觉得很神奇啊 饭桌上 怎么想到的这些啊 当然我当时跟我们的结构师 讲的就是 哥特的不就是速度吗 但其实 你发现所有的渊源都在 当你受过这个训练的时候 在你脑子里不是住 而是一种支撑的方式 就像之前在九宫阁里面 它不是墙 而是一种分隔的方式 它不是楼梯 它是一种空间实现 以及在高度上 积极递进的一种方式 它都会变成一系列的方式 所以在这个启发下 就实际上 你解决问题的这个 这个宽度和睿智 会变得有所不同 尤其这个 当你在接触建筑学的时候 你就有机会做这些 那包括他们的图示 他们在整个 在绘图的过程里面 几乎完全在 派国科在带着他的学生 在遭遇所有的 有可能 模糊平面和立面 所造成的误会 这个图示几乎都是 科普希业的 纯粹主义 所以实际上 我不是特别清楚 在这个模式下 能做出多好的东西 但所有的教育都在于 老师带着学生 面对他所有 该面对的东西 老师甚至在学生面前 面对不了所有 他没有能力面对的东西 这个对教育 对于学生才重要 而不是老师对学生说 你可以的 我也可以的 那没有力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在这一刻 他甚至可以走出 这个灵魂宫 但是 在这个 双加的体量里面 有一个是用来用的 有一个是用来看的 实际上 在一个灵魂宫里面 他任何一个位置切出来 在他的空间的 浓度梯度里面 其实是有 各种的适用性 但实际上 这个更接近他的空间 他的功能解决会更强 这个会更接近他的边缘 实际上 他 他作为立面的特征 仍然保留了 这个行动 而且 所有的造物都是这样 实际上 海杜克带着他的学生 在研究建筑的过程 其实他并不是一个 建筑学的过程 而是一个自然生成的 是一个道理 是一种方式 是一种思维的方式 这种方式 它一定不只属于建筑权 所以 其实这张图 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 能够解释 灰派宗师 博物特文秋里所提出的 建筑的复杂性 与毛根性 文秋里举的那个例子 是火箭 但所有的都是 当一个功能完善 外观简洁 而动人 有简洁而动人的 几何形体的这个 这个客体存在的时候 在这个内部一定是有 极其复杂的机制的 因此 文秋里 比照出了科布和密斯的高下 它更倾向于科布希耶的复杂性 当然 它漠视了密斯 原本其实有过的复杂性 那实际上 这也给了我们一个解释 我们可以看到 无论从克林罗 从德州新井 从海鲁克 到文秋里 实际上 都更推崇科布希耶的实践 以及它的体系 这是为什么到现在 我们会发现 我们到书店里面去 去买科布前级是最多的 产视科布的也是最多的 这个叫做学处渊源 血脉传承 它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过程 它是有一系列的精英意识 它所导致的社会潮流 所以现在在市面上 我们想找科布的这个资料 是更多的 因为它的路 在现在鲁之后的城市里面 更多的指导了 它后续的发展 那包括牙对吧 那一个城市 它的所有的拆件 它都给牙长过来 以及换牙 以及假牙 包括牙部会 会加件 会加固 它修缮 所有的问题 都是一样的 那在这里面 它只是其中的一些 有性的东西可以找 找海独克的 库本 用你的东西来看看 网上其实也会有一些 也有 也有国外的出版物 然后在这里面呢 这个东西大家都认得吧 家家都有 就是抽油烟机的排烟筒 对吧 这个形式最有趣的是 它有一个额定的宽度 但是它也可以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脚步 所以班冲那样 一定也不是胡来的 因为它 它让学生遭遇了更多的脚步 所以在一个相同的宽度里面 对空间的这个阐释 以及它的解除 可以完全是不同的 但是它也会导致 一旦有了这个 你一定知道 它会导致某些复杂性 对吧 一旦你带楼子 所以开始在这住 对吧 大家都可以做一做这事 你拿一个 对你把它裁开两半 你就窝呗 对吧 你可以找一别人 你给我窝一个对吧 然后你深化一下 对吧 所以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你以为库巴斯真的 就只是窝一个东西 给他的同事深化了 你以为干瑞真的是 换一块纸扔在那 就让他的小地区建模了 当然有很多 你看起来的这个 极其简单的 越简单的 就像文秋里说的 越需要复杂的机制 当它不是复杂的操作机制的时候 它一定是一个复杂的选择和判断机制 这个 这个太有意思了 同学们其实都可以去做做 这个墙摘 海鲁克给的任务书是什么呢 那这个作业是一个街区的避难所 就意味着这里边已经不能住了 人已经 住光了 对吧 就比如说你地震了 然后楼走倒了 就这几个楼没倒了 然后你要贴着这几个楼 去给我做一个大家都能住的 一个最简单的 在这里面你直接就讨论什么事 一个最简的 生存空间是什么样的 或者不是一个生存的空间 因为在这个程度上 它已经开始丧失了空间 一个最简单的生存场所是什么样的 当然这是在经典现在主义时期 也是有先例的 你们去看科布希耶 死前住的最后一栋房子 以及它在 他在拉图雷特修道 修道院里面给修道士所做的工作 但是这个没完 那在这里面要面对几个问题 首先你的房间是要毛布在这个墙上 因为你要把它落起来 对吧 一个扁的东西是很难被 是很难被 就是结结实实的被 被落起来的 所以它在这儿弃了一堵墙 然后这个房间一部分可以 毛布在这个建筑上 另外一部分可以 可以立着这堵墙 另一方面这堵墙 也因为这些房间 它可以立在这儿 然后一旦这个结构出现了以后 它还出现了一个 非常重要的功能增区 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的私密的 建筑居住的这个 这个房间的部分 一定在墙里面 它更私密 对吧 当然它一定需要某些窗来 就是它和外界需要联通的 对吧 那么在这里面又讨论了一个 这个窗应该开在什么位置 所以它为什么会把窗 开在厕所 这事儿其实道理很简单啊 如果没有这个楼梯的话 这个窗应该开在 你平时生活的地方 对吧 但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有了一个楼梯 它要从这儿进来 你又不希望爬楼梯的人 能够看到你家里怎么样 你又不希望每天回家睡觉之前 都先路过你的厕所 它就会这样 它会被毛布在这儿 而在这个时候 为什么外部是楼梯 因为楼梯它作为一个 连接空间的方式 但它本身它有最小的体量 所以当它在外部的时候 你试一下把这两个换过来 在外边挂一堆 那实际上 你其实失掉了这个街道 但是当楼梯挂在外面的时候 它最小限度地干扰了街道的空间 有兴趣的同学去看 魅导有一个 就是把所有的楼梯都挂在外面 但是一旦有了这一墙之隔的 这个两侧以后 海国客开始忍不住要做更多的事 因为在这里面我们看 它整个的结构 这个墙窄 就是一堵墙 墙两边 我们先不管它的功能 从建筑的外景 以及空间的形态 都截然不同 但今天我仍然不讲空间的强弱 就是有兴趣的同学去读 东南大学朱雷老师写的一本书 叫做《空间操作》 里面讲到了一些松紧和墙落 大家可能看起来会有点费解 但是有兴趣的同学 要先看一下 才能理解这一墙两端空间 截然不同的特征 然后这个特质开始在两端发育 这个墙它不必是墙 它甚至可以是一条通道 但它一定有某种阻隔的特征 这个时候我们突然发现 你再一次通过一个教育和一个 一系列的训练 接触了科夫西耶的卡彭特意识中心 你再一次遭遇了类似的 有趣的问题 因为在这里面我们看 这堵墙 在这个图示里面几乎不呈现它的空间性 前面我们讲到了在德州奇经里面 柯林罗伯斯拉斯基哥俩提出了现象学的透明性 对吧 我跟你们讲对吧 我非常舍得个自个 对吧 待会我的腿又没了对吧 然后我还要跟你们解释这个现象学的透明性 以及这个 它怎么就是一个潜伏雕式的表达了 就实际上真的 我今天第二度开始讲跟透明性有关的东西 我真是觉得找不到语言 当然 当你学校有课程的时候 这时候会变得容易 这事太牛了 立体主义对吧 现象学的立体主义 你都先别管那么多 它画的是一个空间对吧 它画的是一个有体量的 貌似真实的东西 它究竟真到什么程度 有谁讨论过 这事我都没讨论过 但是 图本游戏的弟子 他真的讨论过 你给我做一模型出来 他画什么样 你照图施工 你模型给我做什么样 当学生遭遇过这事的时候 你再回去看立体主义的绘画 这东西有点小儿科了 它一定是行家 你一定第一时间就分辨出 因为现象学的透明性 在这里是能做出来的 你直接的反应是 毕加索的那个透明性 它那些线我在 我在这里怎么办 对吧 你一定希望会画一些线上去 你马上就明白这事 但一旦你明白这事以后 当你真的接触过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知道 科布希在他的透明性的 利面操作里面 导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是原本在现代建筑 因为表现材料和工艺 它过于简单了 那么在高手里面 他表达材料和工艺 是叫做简洁 那一般的俗手 那就是粗暴 所以透明性 给建筑师一个机会 你可以重新在粒面上 在粒面正头影上 找回建筑原本粒面 该有的复杂性 但它能复杂到什么程度呢 有些人你们都可以回去做做 当你干过这事的时候 你就可以达成某种 在建筑学里面 都不可能达成的复杂性 而当这个复杂性存在了之后 接下来的事变得更好玩 理念可以这么操作 空间可不可以这么操作 让我们知道 现代主义操作空间 都在哪 都在平面 对吧 操作空间 得嘞 然后 这是一操案 对吧 但这个东西 它也太方了 然后我们可以看 它几乎拿报纸 让人家贴天弄弄 把它修整了一下 接下来 学生要做的事 对吧 就原本 既然小提琴可以被立体主义 这个方案 也可以被立体主义吧 当模型你都能做的时候 你在平面上操作 这事太简单了 所以 咱们这一期海报 是用这个做的 所以它竖着斜着 踩一踩 但都是按着 你看它按着什么踩 按着灵星空踩的 因为蒙特黎安告诉我们 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踩的时候 这个世界上就是两种角度 对吧 一种是这个世界存在的方向 一个是你的画框 赖以存在的方向 对吧 你踩完以后 把这些东西推来推去 你重置一下 你会发现 从这到这 导致了 从这到这 然后从这到这的时候 在这个 它是什么呀 它在此刻没有任何空间意义 但这个时候 咱们刚才讨论过 现代主义讨论空间 得天独厚的制图处 就是正轴侧 好 一旦有正轴侧的这个规则 你可以完全掠过这个空间本身 它的几何的功能的所有的存在意义 只要有一个平面图 你就能把这个空间给我求出来 你就能看这个空间是什么德性 德来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连直线的过程 这空间就被求出来了 你突然发现 在之前我们在建筑里讨论 就是很多同学 在阐释方案的时候设计课 哇我这是一什么样的空间 对吧 老师也在说你这空间应该什么什么什么样 对吧 有的时候会用功能去解释空间 有的时候会用功能去否定空间 有谁见过纯粹的跟功能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甚至跟一般的房间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的 空间究竟长成什么样 而这些空间存在什么样的特征 它才是更纯粹的空间 然后从这种空间到一个有功能的 有意图的图谋的空间 它中间究竟有多么远 有谁真的经历过这事 但库弗尤丁的学生 他经历了这件事 一旦这么操作了以后 他这事只是空间了 他甚至跟一个方案都没有关系了 好那咱们讨论一下空间 当学生把空间升起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真的没什么了不起的 而这时候这个空间 你为什么还认得 是因为你能看到它作为一个空间的潜力 这个潜力 待会咱们讲罗西的时候还会讲到 所以接下来这事变得去 当你希望讨论一个纯粹空间的时候 而这个空间又与建筑有关 这时候还有一件有意思的事 我们发现有很多东西其实已经非常的接近了 这是一个有图谋的空间 这是一个纯粹 由一个立体主义式的操作所生成的空间 你会发现它没有那么大的变化 有的时候它没有你想象那么大的变化的时候 当在这一刻 当能从这到这的时候 我给你一堆功能 你才有机会在里面找到空间表现的潜力在哪 而不是酷丧着点说 这个功能要求太严格了 对吧 我没有机会在里面做空间 它是因为或许 在我们既往的教育里面 我们从来没有真的接触过空间 甚至于说 可以看到 甚至于说 当一个整个的完整的 带有严整结构的 这是一个组工格的结构 对吧 原来组工格的结构被拆开了 它被拆开了 拆开以后 不只是空间被改变了 因为你在立体主义的这个操作的过程中 连结构都被改变了 对吧 但结构改变了该怎么办 就空间 当它 它就算再诡异 它还是空间 当结构被改变了怎么办 这是我们突然回来 我发现我们又接 我们又收到了 海杜克在他的主工格里面 当他把柱子 当他把一个结构体系 不作为柱子 而作为数项支撑的方式 它很有若干种的方式 所以不只是空间的功能意义 和它的空间自身意义 就连被拆回以后 它的结构 当你经受过这个思辨和训练的时候 你甚至能找到它技术上的结构意义 所以在这个时候 有很多比如现在会谈所谓涌现 就是某些跟建筑师图谋 完全无关的这个力学特征 所形成的这个结构形式 它是有建筑学潜力的 但是我认为 现在太多这样的教育的问题就在于 它是可以发散的 他告诉你 可以这样 可以这样 但是你有没有能力 找到它的建筑学意义 中间缺了太多的课程 缺了太多海陆课的这些 需要扎实的训练 以体验操作的过程 所以当这一刻的时候 我们不会再惧怕纯粹的空间 甚至不会再惧怕 纯粹的结构形式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不只是 立体主义 风格派 这个时代 主宰了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意识 开始跟建筑学的操作体系 水乳交融的结构 甚至难分彼此 而且大量艺术自身的特征 需要由建筑师的空间敏感 才会被阐释的更加敬畏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又迎来了一个大艺术的时代 所以就像格罗皮乌斯说的 所有的艺术都走向了建筑学的终点 但与此同时 任何艺术在这里面都获得了它自身 独立的发展 以及历史 所以这个应该是一个中轴性的核心课程 在这套体系下 所有的大学课程都开始会呈现出非凡的意义 当然 大家也不要太沮丧了 这些固执是在中国很少的 在国外也很少的 那么在这套教育和理论体系下 最成果丰硕的是这个 被称作后现代 甚至在有些语境下被称作解构主义 待会我们会讲到 有些称为想当人儿 那么最丰厚的 在白派系统下 真正构成了白派操作的 是这个 多数人还都活着 他没有 海陆克2000年走了 那么这个 现代主义之后的 白派建筑设计的偶像天团 他们叫出座 纽约武 武人组 凯狗克 李德埃森曼 李查德 麦耶 都大名鼎鼎 迈克 我们会看到 格雷出斯 没有那么白 查尔斯 格瓦斯 没 但其实 他们仨是非常白 所以讲白派操作 咱们会主要讲 海陆克已经讲得够多了 咱们从埃森曼开始讲 所以一旦咱们 但是刚才咱们不算 补了九五格的课 它应该是一个 起码两年到三年的一个 有系统指导的一个操作的课程 如果有同学 一些新向往之的话 真的要考研的话 考考东南 然后在日本 可能还有 库布尔优尼 那两千年海陆克斯 我不知道库布尔优尼 还有没有 苏黎市高峰 应该也还有非常纯粹的 类似的传统 如果有兴趣同学 可以去朝圣 我没有那个运气 所以当我们 回顾了一些九宫格的操作 从德州奇景 到库布尔优尼的这个 历程的时候 我们再看埃森曼的图解 图解日志 它一点也不邪 对吧 它甚至看不到 那么多所谓的先锋和革命 它是一个 非常棒的学生作业 太棒了 这学生作业了 当然在这个操作里面 它有很多理性主义的 来自于特拉尼的东西 特拉尼我上一段讲 包括我们看到有很多 是由自身逻辑所形成的 比如说这个长庄 都来自于这个柱吧 但因为一旦有了这个长庄 它开始在讨论 当然也会有被切开 所有的这个后翼都会在 都会在原本 所谓光洁简洁的表面上 才开一道 给你呈现它里面 所有会呈现出来的透明性 而且它也许是现象学的透明性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能看到 某些一次结构框架的东西 但我们会发现它不是结构框架 等等等等 我不能讲太多了 在它的二号宅里 你看到 就是九宫阁 对吧 而且这还是九宫阁一年级的作业 当然也把 它把这个楼梯间放在最侧边了 然后紧接着我们发现 明星空开始出现了 它也开始遭遇这个强烈的 比如扭转带来的 不同空间之间的 以及内部空间和外部体量之间的冲突 而且它将这个冲突 化解为一套结构逻辑 和一个空间模式的冲突 还记得明星空出现的时候是什么呢 不就是把 外观的这个 维部以及内部的整个空间 全都拧了 保留的是什么 保留的是内部的结构框架 当然因为在九宫阁里面 一个阁的单元 它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尝试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其实在它的十号宅里面讨论的是 十号宅是一个四天宅 它有四个不同的空间操作 但四个不同的空间操作 来自一个完全一致 完全相同的原型 所以它可以由一个相等的起点 走到四个截然不同的方向里面去 当然因为我们也知道 立体主义的操作了以后 当然 埃森曼在这里最猛的是它被盖出了 所以实际上埃森曼的建成作品 确实远远不及 它在暗头上的作品 来得清晰明确 因为那要带入太多的 太多的实在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能看到实际上 这个空间操作作为一个教育 它仍然也是一个起点和一个操作的模式 但在这之前 走出了埃森曼 所以有很多人称它为解构主义 当然埃森曼到了晚期 他非常迷恋解构主义的哲学 对德里达 包括德勒兹 他们会非常的痴迷 但是他的建筑操作是极其 不是解构主义的 而是极其结构主义的 是极其清晰独立自明的 所以这个从他对佛拉尼的研究里面 都可以非常明确的 我都看到了 那接下来我们讲一讲 真正在建成作品上足够丰富 并且产世了白派成就 但是一旦 他在真实的建筑里面 有更好的完成度 他一定离开原本的那个操作机制 从表现上会离得更远 所以 理查德曼耶的作品 比起埃森曼来 没有那么清晰 但是从 外观呈现上 它会变得更新 在这儿我们现在能看到九宫阁的这个基本的逻辑 我们甚至在他的这个形式推演和操作里面看到 埃森曼在图解日志里面做的东西 而且他也是一个有旧建筑在操作加建的事 其实这个操作旅行主义 在意大利和佛拉尼已经有过类似的操作 所以埃森曼的一个原型是那个 就是在选条状的这个一个单元 在这里面它有一个初始的原型 当然一定不止于此 在这里面我们其实看到了一条通道 这条通道非常之接近 卡洪特中心科布歇做的那个巨大的拖道 而且他也确实在与行着类似的职责 还记得约翰海杜克在他的墙宅里面 曾经在某些里面他是墙 某些里面他是拖道 到了理查德曼耶的 当然你只有在有这些课程的时候 然后才有这个敏感 你突然发现他同时是墙 同时也是拖道 这一墙之格外挂的这个楼梯间 我们有没有看到海杜克曾经带着学生 做那个城市避难所的特征 以及一墙之格它在两端 在这里面一墙之格两端的空间 以及外观体验和量的形态 都会呈现出极大的差异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是看到 对吧 我们也看到了 海杜克的房子盖盖出来更怪 所以 我也不知道所以什么 因为有太多老师 其实回到他前的那句话 有太多才华弘益的老师 就是当他们决定把他们的时间 用来教你们的时候 你们应该等着笑谈他们 因为 如果海杜克真的 他把更多的时间 包括埃森曼 如果他没有痴迷地再写他的日志 他们的成就 应该远在理查德麦依之上 而我们看到麦依得到了其中的某些操作 再结合他的实践以及个人力量 已经能制造出非常强大的 中文人的特征来 而且他不止在单栋建筑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一旦在一个建筑群里 在一个极度复杂的这个庞大的功能体里面 墙会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因为在这里面不会有任何东西是一目两目的 那也不意味你在一个复杂的体系里面 你就真的能够获得其中的复杂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发现 在麦依的盖地中心里面有大量的墙 有大量的墙两端截然不同的特征 呈现给街道的特征 以及呈现给建筑内部使用的特征 在这里面除了那个特征 我们又看到什么 这个叫做基本功 它应该是我们这个时代 你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建筑师 在一个西方的建筑学传统里面 应该开始尝试着着手具备的某些基本功 当然我们不应该责怪学校 因为这些东西在全球范围内在耗散 在丢掉 所以我也觉得也许现代主义的这个余脉 尸骨未寒 仅仅是尸骨未寒 但是我们的传统 我们的教育传统是这些 那么我们起码应该能认得 只有在类似的操作的训练下 才能够负担类似的复杂性 所以一旦当你能够解读它的时候 你可以够近 于是我们可以告别白派 暂时告别白派 因为在这一刻我们看到白派在操作里面 因为它在逻辑上极其清晰 相应来讲我们就发现它在实际的操作上 这个清晰度的浩杂 但是当一个操作在 当在暗口上给你极强的语悦 而当它盖出来的时候 总是让你觉得略有不满的时候 一定是在哪出了问题 所以 所以一个教育除了要有好老师 其实要有一群好老师 这些老师最好各不相同 白派是你派人 他成为派 那其实这派人的立足点和视角 会非常的接近 他们非常执着地希望 连接现代主义的这个空间操作 并赋予它 尽可能赋予它足够的复杂性 但是在这个时候 仍然发现形式危机 以及现代主义以来功能的后遗症 因为我们发现白派在它所有的操作里面 一直拒绝讨论的 就是实实在在的功能 空间在形式逻辑自身就可以推演和发展 在这个时候 海独克也没有带领学生面对的问题 杜上的拳 给了现代主义的建筑师以及艺术家 在功能主义的前提下 极强的自信心 因为这是一个纯功能的物体 但是在这个物体之下 我们发现了 它甚至有些传统的美学特征 人体也是一个极其功能的 是一个用来包裹器官的一个囊 它是一个机器 包括原本就是机器的 那么实际上它除了完成它的功能以外 都能获得某些已经被确认的美学价值 这个是为什么现代主义 它敢于冲向功能主义 是因为这些城市告诉他们 你总会获得美的 或者说你总有机会获得美 于是 有了科布希耶的建筑物体 因为在这里面 严密的包裹一个功能的时候 你会获得一个外观的体量 这个体量甚至是人处心积虑的讨论美学 不可能得到了 在走向新建筑里面 就已经开始阐释了 现代的工业是有 哪怕是古典的 也有它的美学价值 所以在前面我们看到 在所有的操作里面 都是以一个动机和一个逻辑 包括功能主义 也认为你以一个单纯的功能动机 就可以达成美 就可以获得一个唯一的逻辑 所以这导致了某种 现代主义的宿命论 这个宿命论在现代主义的建筑史上 被称作国际式风格 也就是没有风格 但它真的不会导致风格吗 所以实际上 那接下来我们去尝试一下 对同一个物体要素的多处解读 以哥特式教堂为例 我们看到 从结构的角度上讲 哥特式教堂 它最基本单元叫巴西利卡 对吧 因为它是拱结构 它又需要特别的高 所以它要抵抗侧推力 所以两边的墙要玩身特别厚 而且它在真正有鞏类的地方 还要有更厚的墙朵 要有构造柱来抵抗这个特推力 是这个原因导致了 古罗马到中世纪 这一千年左右的时间里面 非常成熟的开始 在这个高大的中间两侧 盖两个房子 也形成一个完整的 用两个两侧的这个房间 来抵抗中间开间测推力的这个 这个模式 那么这个是它的结构动机 对吧 它还可以有更多重的 这是它的结构动机 这个非常接近功能主义的操作 对吧 你有一个非常功能化的 描述清晰的动机 你导致的一个结构模式 这个结构模式导致了一个空间 但是紧接着 我们突然发现在历史上 这是在维托鲁威 在它的建筑石书里面所产式的 被认为是西方 第一个有记载的巴西利卡 叫做法诺的巴西利卡 这个巴西利卡是横着来的 而且它是一圈 所以按照中国来讲 这个叫什么 这个空间叫金箱斗底槽 对吧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会发现它是一个使用逻辑 就是在 在在在过去 这是一个法院 对吧 法院周围都是书记处啊 什么 你头撞的 然后排队 对吧 所以你在一个大厅 你要等着排队排到 你就是法官在这 对吧 然后你要跑到这来 然后面对这个法官 对吧 然后那那后来它变成市场了 为什么 因为周边是商户 对吧 现在的商场也是这个模式 对吧 周边是商户 你在中间逛街 然后有人纠纷了 跑到这儿的公平秤 这是为什么 一直到现在 在西方法院的门口 放的是一天平 中国人是不大会这么干的 因为中国并没有经历这个空间和这个功能上的吻合 但是在西方经历了这个吻合 所以从使用功能上 即便我们不讨论那个结构模式 巴西利卡的这个空间模式 它也成立 对吧 它完全不需要其他的这个理由支持 到了大教堂里面 这个除了它的使用功能以外 它有什么事 大教堂之所以竖过来用 是因为当然它两边听祷告对吧 你有什么脏东西都倒给了两边的牧师 对吧 它不会给你说出去 最重要的是上帝在这儿 然后你其实有一个灭点对吧 文艺复兴的时候 他讨论那个精确讨论的那个灭点 他代表上帝 他是唯一的在这个空间里面 所以当一个空间要告诉你有一个上帝的时候 这空间必须得有一个灭点对吧 要有一个清晰的灭点 所以万神庙没有灭点 刚才是万神庙对吧 圆桌会议才是公平的对吧 所以但是一旦是你看电视里的国民党开会 对吧 代表他们独裁 所以他一定是个长桌 对吧 老蒋坐在端头 后面有一个照片对吧 清千百日什么乱七八糟 两边军官位列两班 然后帽子放在那整整齐齐的 换到我党在延安开会的时候 一般是小圆桌对吧 披着皮奥几个人坐在那 民主 这个是建筑师应该看得到的 对对对吧 但是这事绝不应该导演都能意识得到 建筑师意识不到 回到这来 所以这个纵长的空间模式即便抛开它的使用 以及它的结构模式不谈 即便从表现上帝来讲 也应该是这得用的 然后紧接着这事还没完呢 它所有这些操作又 它又可以符合纯宗教西伯来的 这个神秘术论的魔术体系 这事还没完 从历史上来讲 这个模式又来自于中世纪 对于古堡的基本讨论 然后这事还没完 因为它后来变成传统 在哥特复兴时期 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时候 它所有的要素都开始被模仿 它又跟前面所说的一切都可以无关 它仍然成立 当出于体量来讲 沙利文说行事追随功能 之前没有这么高的楼对吧 但是沙利文的同伙 这个伙伴啊 丹克马尔阿德勒 钢结构结构大师 攻击把房子带这么高 不知道该长啥样 于是沙利文选择了 哥特式的纵向的这个要素 来装饰这个建筑的外观 一直到密斯还在装饰它的时候 这个时候行事追随功能 他甚至与哥特的传统无关 然后再接下来 康这事干的也有点逆天 他即便不那么讨论这个巴西利卡 从采光上来讲 也有极强的优越性 康在金贝尔美术馆里面做的事 其实就是把这个巴西利卡 造过来了 仍然是两个高侧窗采光 但是这个方式最大的优越性在于 制造了两个非常大动人的反光亮 所以即便从光学来讲 这个巴西利卡的模式 那我们再回来说说 这个巴西利卡究竟为什么它是个巴西利卡 鬼知道它为什么要是这个巴西利卡 所以当有了这么多对同一个 当然白派的所有的教育训练 也帮助我们去解读这样 同样一个课题 以不同的方式 但一旦解读下来以后 我们突然发现 现代主义 现代的功能主义 点对点的一个动机 形成一个 一个形式结论的这个方式 它开始变得有问题 你看功能主义的这个逻辑什么呢 有一个动机的逻辑 就是我要完成一个功能 对吧 这功能非常的清晰 就直接得出了一个形式结论 而且这个甚至可以逆回来 就是现在主义 就功能主义最希望的就是 我因为这个功能干了这事 然后你看到这个形式 你就能想到这个功能 这叫做建筑自明性 对吧 建筑不需要挂牌 就能让你看出它究竟是干嘛的 但是类型学干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 是什么 在任何动机之前 都是有一个形式结论的 这是为什么科普在 他会拿汽车拿飞机 拿这些储冠 拿这些来 他能拿一个现在的形式逻辑 帕提能跟他对比 对吧 所以实际上在任何动机出现之前 建筑的形式结论已经有了 已经有很多 你知道什么是房子 加上形成逻辑 而这个逻辑本身还不够 因为在不同的这个过程里面 它会走样的对吧 同样的学生 就让你经历那个 就是立体主义化 那个平面的过程里面 其实你拆的不一样 空间也会是不一样的 结论也会不同 然后会也能再解读 因为你拿到一个东西 比如说你原本是 原本因为我眼神不好 对吧 然后我买一个大手机 大手机是为了字大 它只要有一天有人 来抢劫我的时候 突然发现 字大不重要 它个大太重要 对吧 这个手机突然可以当专来 给我来护身的时候 这个功能主义的这个 单线条的逻辑瓦解 在我用它拍那个贼脑袋的那一刻 它的功能主义被瓦解 这个这件事一定是 我不得不做 但是功能主义的那些大师们 不希望我做的事 对吧 但它不可避免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另外一个人 叫做阿尔多罗西 他开始 就是这个罗德纳的目的 非常值得研究啊 但今天我没有时间 甚至浅长辙指的讲了 他开始把功能主义 单线条的这个国际 渐渐的拆开 把更多的 原本该有的这些过程 放进同一个建筑里面来 但在他这一刻 又开始变成了革命 是因为在他那一刻 这个已经是教条 已经是正统 所以当你 你貌似在复兴一个古代的东西 但它变得非常的难 因为这个时代已经是这个样子 所以后面我要讲一讲革命 革命所有的前提 革命通常是由精英领导 但一定是代表绝大多数人利益的 革命才能成功 这个在我们 我们从小就学这个叫做群众基础 是吧 所以所有的革命 都是由什么的带来 都是由代表着群众基础的普遍问题 去反思质疑精英逻辑 在这个时代 我们知道精英逻辑 就是现代主义那几个大师的逻辑 功能 在功能主义的这个单线条的逻辑下 一个功能 你要同时导致美学 意义 你有的时候还要带入传统 这事太难了 只有天才才能做 天才一定是少数人 被革命的对象 对吧 他们在美学上不惨 然后真正普通的人 能够做到什么呢 从美学到美学 从意义到意义 从传统到传统 这些不需要天才 只要你学会这些操作 所以我们看 杜尚干了一件事 让很多人误以为自己也可以成为艺术家 他之所以把这小电池放在那 叫做拳为了什么呀 这个拳我小时候一直以为 影射的是男同学虚虚的时候 的这个状况 因为是个小电池 直到我开始研究西方的造源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 杜尚发现 这个东西遮过来放 长得对意大利台地园里面的拳 几乎一模一样 这是为什么他必须要倒过来放 他挣过来的不是拳 而是这个造源的拳 而且恰好 这儿像是会流出来 这儿可以随随 这儿还能 再把它给 排进下一层台地园里面 这是意大利台地园里面最经典的 最典型的作法 但是这一放 你知道要有多少 虽然它很简单 但不意味着你随便放一层破烂 供到这个展柜里 它就是艺术 因为首先你要非常的熟知 传统 其次你要非常了解 现代工艺以及其功能逻辑 第三你还要能建立这个关系 第四你还能在这个架节里面 保留它的美学价值 这事就只有顾上能够做到 所以尽管他啥也没画 我们也不知道他画的像不像 但是他仍然记忆非凡 但这事比画的像还难 你想把一人画的像 你还能学这事 需要天才 但需要天才 我们看天才都在干什么 这是科普希耶的拉图雷特修道院 在讲科普希耶的时候 我挖了一坑 我答应给你们看看它的原型 十二世纪的方卡纳修道院在法国 拉图雷特修道院 这是那个礼拜堂的位置 这是他的宿舍 这是那个餐厅 中间是一个院子 这是方卡纳修道院 这是礼拜堂 这是僧侣住的地方 这是他们的这个食堂和起居 中间是一个院子 你们看看 科普干的这件事 跟杜上干的那件事 起根上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他们俩所处的领域 所以再回来我们看 这事真的不是谁都能干的 绝大多数的现代主义的先驱们 是切断了自己和传统的这个关系 斩断了那条尾巴才做人的 对吧 但是科普西 我们看他这条尾巴一直没切 他一直在剁别人的尾巴 他这条尾巴相当的粗壮 但是 你真的说要把帕拉迪奥的空间操作 把它给变成如此现代 他也不是谁都能做得到 当然有机会 我讲类型学的时候 我会专门讲这件事 其实他也不是不能做到 其实挺难的 接下来我们会发现 其实上一次我也讲到 朗乡教堂跟拉普雷特修道院 起根上它那点区别 无非就是给修道院的这个院子 盖了个点而已 但它多出来的一点东西是 我们会发现它切掉了一块 这里有透明性 对吧 但是我们刚才讲完了海固克 拉普雷特修道院 有些东西可以讲 这有一堵墙 这有一堵墙 我们可以看到墙两端 它有东西被溢出来了 当然客户一定没有上过海固克的课 但海固克一定研究过客户系列 那在相同的逻辑下 如果我们想要达成类似的状况 我们必须要学会解读 解读这个解读最好的是谁啊 我上一课讲的朱塞贝特拉尼 你还记得这个住宅吗 它就完全通过解读一座住宅 生成了另外一座住宅 这个住宅没有任何自身的特征 从形式上 所有的外国课程都来自于 克拉尼对这个已经现在的建筑的理解 这个形式是这个形式的笔记 它是一个模写 它是一个复写 这个方式 之前我们讲了 特拉尼是他所属的学派 叫做意大利理性主义的七人小组 七人小组当初提出的这个 这个主张是有两条 一个是希望复兴理性主义 所以特拉尼做的绝大多数的事 典型的理性主义 就是没有任何成见 它不把任何现在的东西带来 它只在此时此地通过 通过理性平台 大家都能共识的某些特征 来操作这个建筑 与历史无关 与既往的任何价值标准评价无关 另外一个是 他们希望复兴意大利 作为罗马的这个艺术文化传统 这两个其实是对立的 大家理解吧 因为理性最重要的就是去除成见 而历史恰恰就是呈现 成见最主要的表现形式 所以当然特拉尼英年早逝 就是我们不是特别清楚 当特拉尼在早期 他一直操作到 弹丁纪念堂的时候 以他的理性 但弹丁纪念堂已经开始用 用纯理性在讲一些 这个 弹丁的故事 那么我们在理性主义 尚没有看到清晰的找回传统 但是事没有完 因为在理性主义所处的时代 在现代主义的盛期 它作为典型的最具表现力和影响力的时代 理性是主义 历史是异端 而在这一刻 当我们希望回顾的时候 历史也许开始变成主义 而理性有可能开始变成异端 但理性永远是西方哲学和艺术 最有力的操作工具 那么七人组的后继 就是被称作意大利新理性主义的 被称作坦登扎学派 这个学派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就是阿尔波波西 是城市建筑学的作者 是城市形态学 包括也是建筑类型学的代表人物 有兴趣同学去读 沈柯宁老师写的《城市形态学与建筑类型学》 是我看过的 目前来上我看过最好的 对相关问题的产生 包括沈老师做学问的 太理和精神 他的心就在于 实际上首先他作为理性主义 意大利的理性主义坦登扎学派 接过的是特拉尼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就已经磨得很快的那把理性之刀 那把刀可以让特拉尼通过磨写一个建筑 获得另外一个建筑 这是理性 但一旦你可以磨写的时候 当你磨写的对象 是意大利的传统的时候 这个时候 随之而来 所以我们看 猛一看有点分不清 对吧 这个是特拉尼的 这两个是罗西的 所以我们看到非常清晰的血脉传承 但是在这儿 摩西 不是摩西 罗西 罗西还只在磨刀 他磨完刀 要干嘛 我们突然发现 在罗西手里 他可以用极其现代的材料技术和手段 操作出非常古典的三段式的 甚至还有雄顶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一定不是雄顶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 藉由理性主义的刀 意大利的传统 真的不赖 而且如此明快 不用我们说的太多 所以他可以找回非常多的东西 所以我们会发现 罗西的方式 跟白派 跟德州骑警 以及Coopers Union的最大的不同 就是我们知道 九宫阁是一个纯粹的形式逻辑 它没有传统 它要经由九宫阁的操作才能接触传统 而坎登扎学派 直接来自传统 在这里面 理性是工具 是操作的手段 所以有 所以有太多东西 但是如果我们真说它是一次革命的话 这次革命 起码从特拉尼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但特拉尼有多么的现代 所以当我们接触了历史以后 其实建筑学本身 要不要接触历史 是一个立场问题 白派可以选择 忘不忘掉历史 当在某一刻有可能 邂逅 有可能偶遇 而徽派决定 从历史开始 看看会发生什么 但是对于城市而言 你没有选择 城市 所有的城市建筑 一定架构在历史之上 这是为什么罗西在讨论类型学的时候 讨论的是城市建筑学 建筑学当匹配城市属性的时候 会有往前现代主义的盲区 当然现代主义不是没有讨论过城市 比如说莱特的广武城市 当然是广武 在这里面我们发现建筑是 建筑的意义就是提供容积率 以把这个城市的空间释放出来 给人种地 对吧 你知道莱特特讨厌城市 他喜欢香菜 当然客户讨论 客户喜欢城市 但客户的城市 也没有历史可言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把战公寓里面 这是巴黎 但是他的把战规划 他一往前面也没有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科布希耶全盘否定历史 这是为什么 在我国 科布希耶的规划理想 被传承的最好 是由于我国 最蔑视我们自己的建筑传统 以及城市传统 当然 说点拍些看 对吧 在这里面 科布希耶并不是没有遭遇城市的历史 他只是回避城市的历史 所以在他的图形里面 基本上是要把巴黎拆了 重新盖一遍 当然这个巴黎没舍得干 中国干 所以科布的进化论里面 这个是最下践的 这个其次 这个还好 真正现代的 他觉得最光辉的 光辉城市 真正葛老蕊应该是 这个样子 但这个带来了一个问题 以后呢 现在准备出现之前 城市一直经历着风格 城市问题 生活各种 包括空间各种更迭和变化 但是从科布希耶以后 我们发现不知道他后面该怎么样 因为一个东西 如果他没有祖宗 他就很难有积 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看 阿尔多罗希 可能同学们最熟悉的就是这个工作 漂浮剧场 实际上在很多教科书上 如果讲罗希的话 如果只讲一个 一定是这个 漂浮的剧场 最重要的 我希望这句话大家可以记 但不是我说的 是沈柯宁老师在 城市形态学与建筑类型学里面 写的 罗希的漂浮剧场 重要的 不是它漂浮 而是它可以漂浮 我来讲这句话 含义是什么 首先这漂浮剧场 在一船上 在一法子上 它肯定是能漂的 但能漂 它只是一个物理现象 上面盖什么 它都漂 对吧 这个没有问题 罗希做的是一个什么工作 罗希要让这个东西可以漂 意味着它在维尼斯 不管漂到哪 这个购物都能融入这个城市 这个是它可以漂浮 即便它不漂 它仍然可以出现在维尼斯 任何一个角落 所以意味着这个建筑的操作 才是这个的核心 而不是这个法子 也不是这个点子 它跟那个大黄鸭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所以 罗希要干的事是 它要做一个实验室 我希望找到某种形式 它真的接这个城市的地气 是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 任何历史建筑旁边 而同时它不会影响风貌 它会成为后继的风貌 而另外一个要求是 它希望它看起来是现代的 那在这里面它做的事就是 用这个建筑 用特拉尼的方式 特拉尼之前的方式是摩写移动建筑 而罗希之前也是摩写移动建筑 而罗希在这里面做了一件非常逆天的事 他用这个建筑摩写了维尼斯这座城市 之后就达到了那 所以我们看到 当这个单独看起来非常现代的一个房子 它出现在飘到维尼斯的各个地方的时候 它可以跟任何一个建筑合力 几乎都能 不像双胞胎 一定像一家人 这个是现代主义 任何在罗希之前 任何城市讨论里面 都没有涉及到的状况 在之前现代主义的城市观里面 你如果是像现代的 一定是跟既往的城市历史对立的 而在这里面 这是为什么罗希伟大 所以我们 之前我们曾经讲到 所以类型学 可能是我们 现在可能看起来 对吧 我们就在讨论下一讲该讲什么 但如果好像各种指针都指向 下一讲应该讲讲类型学 因为我们讲现代主义奠基的时候 有这样的一句话 类型学实现了 现代主义 对 对历史传统的金蝉脱窍 实际上是通过 迪朗他通过类型学的操作 把历史建筑给抽象成这样 然后他直通了现代 那么紧接着在罗希的手里 同样是类型学 实现了传统形式 对现代主义做法的介石闻魂 在这个时候同样是现代主义做法 因为类型学的转接 所有的历史传统又重新的可以被带进来 所以真的是 类型学好重要 但好像今天之前 我都没学到类型学这么重要 这是我为什么那么爱讲课 因为每趟课 因为给大家讲 我就会自己得到美心 之前没有的东西 所以不会在表演 每次都是在 当然它是一个传统手工艺的表演 就是你每次在表演这一趟课的时候 都会不太一样 有的时候也会给自己惊喜 那么这个紧接着 带来了一个问题 古典要素 实际上 罗西是通过什么 让这个东西跟历史结合 又能够现代呢 它去除了一个东西 就是古典要素 但这东西太难去了 因为古典要素 是最一目了然的符号叙事 你放一多一刻 这东西有古典 它不管怎么样也有古典 那你去掉多一刻 你们还记得我跟你们讲 讲密斯的时候 讲它十字纲 A十字纲 讲的多么的惨烈啊 这事很难去 所以我们会发现 不管在罗西的建筑里面 还是在 通过一个建筑形式来 摩写一个既有的传统形式的 现代的建筑里面 当然这个现代是一个广义的现代 时间上的现代 它已经不是现代主义的现代 它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 通常来讲它会缺少细节 因为只有在 因为其实在外形上 从它的形态上 从基本类型上 一旦它需要有相似度 这个相似度 并不直接导致它是现代还是传统的 而一旦细节被带领 这个东西它就算不传统也传统 所以我们会发现 在罗西这个是 就是所谓纽约5的另外 你看格雷夫斯 我刚才说它不那么白 其实不能说它不那么白 它相当的灰 所以我们在这看到 格雷夫斯的这个操作 其实跟 跟罗西的一脉相同 其实动机是非常接近的 这也是格雷夫斯的 所以咱们纽约5 会讲得七七八八的 当然再在灰里边讲一讲 所以我们看它其实 它的移动建筑会 它又开始以建筑群的形式出现 为什么 其一 我们知道一旦 当它去除了细节以后 它最基本的复杂性不见了 而在这个想要寻回既往的这个追忆的过程里面 现代主义的复杂性在科布那 或者说在 在科林罗那 它是一种透明性的复杂性 它与历史传统完全没有关系 而在这里面当要寻回复杂性的时候 任何一个单独的要素都会被提纯的过分简单 所以在这里面需要介入的其中一类 就是城市建筑群的要素 这时候我们发现它又金蝉脱桥 还记得我讲莱特的时候 当他把一个非常纯粹形态的古典建筑 拆成一个自由平面的东西的时候 他不知道这个立面该怎么做 莱特用的办法什么 把它设计得像一个建筑群一样 所以我们突然发现在建筑操作里面 真的没有几个操作啊 就那么几件事就指示你 你是不是清楚他是干嘛的 以及你能做的怎么样 而真正怎么做啊 这件事真的不是特别重要的 但是格雷兔兹居然可以纽约舞 他意味着他一定可以跟 可以跟埃森曼跟海鲁克跟麦耶比江 他一定不会一辈子干这事 所以他终于做了一个单纵的 在这里面 他开始抹写一些古典主义要素的细节了 在这儿是没有的对吧 没有任何古典细节 只有古典的剪影对吧 但只有剪影 那非常的不过瘾 他开始摸写细节 古典要素最重要的细节有几个 其中一个就是拱券 这是罗马人的传统 拱券我也给大家讲过 除了两边的拱角 最重要的是它的拱心石 而在一个高层建筑里面 我们发现你要真的做一个拱券 你是看不见的 所以即便从这个角度上来讲 格莱朱斯把这个拱嵌给横过来 这个东西不叫拱券 它叫一个悬条 它太多地方有了对吧 我们还记得埃森曼的十号摆 基本上也是这样一个空间关系 但是它究竟来自哪个圆形 一点也不重要 当它把它横过来的时候 然后它在这儿又表现了一片拱心石 你看它就是一个拱券 而且它为了让它看起来像一个拱券 它把中间掏空 但在这个时候 这个东西叫悬条 还是现代主义高级派 通常用技术吓唬人的东西 所有材料都是现代的 所有东西都是现代的 但是它用现代的东西 它抄写了一个 它构划了一个非常古典的要素 这个要素让人一目了然 这个是理性主义的动性 所以其实历史主义 包括整个后现代 它其实非常的理性 并不因为它的戏剧 和有些我们一目了然的东西 它就不那么理性 它的理性因其现代性 所以在这儿我看 这是格雷苏斯最有名的 有一度尤其中国北方的 百分之八十的 清华渊源设计出来的房子 都长这样 我们家入西单 这个 其实复兴门一代的房子 大把都是这样 颜色都是差不多的 在这儿它干了一件什么事 它在这儿做了一个多一刻的故事 对吧 柱子上的纵向剃桃也都有 什么都有 这时候我发现一个特别好玩的事 当然在这里面所有的技术 要素都非常的现代 没有任何传统要素 但是它其实用它画了一部 传统的画 我们突然发现一个特别好玩的事 从古典武艺到现代武艺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 建筑师终于把 不能说终于 把主要的工作界面 从立面到平面了 对吧 然后到这儿我突然发现没有 从离开白派以来 咱们已经多长时间没有讨论过平面了 所以其实在平面上讨论 讨论建筑 它真的是近一百多年的事 它是一件非常新的 和短暂的一个 我不知道将来它会不会是一个插曲 但是 我们发现它们又回到立面了 格雷夫斯的整个操作界面是这样 它一百一百的方案都是立面 又回到刚才我跟大家讲的 制图树跟设计 它并不只是什么样的设计 需要什么样的制图树 相应的什么样的制图树 它真的会影响设计 在这里面我们发现它 这房子里面什么样的 真的不是特别重要 然后我们发现它跟古典建筑 又有一个空前的相似 它做成了一个方图 让我们知道 它一定更多复杂性会在里面 但如果真的说 在一个抽象的形式里面 去抹写传统药物 罗伯特文丘里 就是维特科威尔的另外一位高族 克林罗的师弟 到现在为止 在西方建筑史上 仍然无人能出其欧 当然它 它最经典的 这一类的作品 就是文丘李他妈的宅 文丘李他母亲在住宅 我们好玩儿还叫他妈的宅 在这个历念里面 几乎有文丘李所知的所有的 他能够纪念的传统 在这个传统里面 甚至包括他们所沉浸的 勒科布西耶的横向长窗 而且这个横向长窗 还不是萨夫伊别墅里的 是科布西耶他妈的宅的横向长窗 明天咱们讲到这个西泽利贝的时候会讲到科布西耶他妈的宅 咱们先看文丘李他妈 然后在这里面我们能看到多少东西啊 我们看到了这一个门洞 所有的门洞之前我们讲 气质结构的时候讲到一个跨度 你一定是有一个结构逻辑的对吧 那这有一个这东西叫做过梁 这个过梁一点毛病都没有 这过梁上叠了一个弧形的山花 它在从文一复兴时代起 就代表拱旋 但这个山花攻击一下被截断了 被截断的山花代表巴洛克 巴洛克的这个片段的这个裁切它的截断 它实际上不只会截断它的山花 甚至会截断整个山面 米开朗基罗截断它 是为了把自己的雕塑作品放上去 也就是一个单子接俩活 但是文丘李在这插了一个 作为后面体量的烟囱进去 这个烟囱跟前面的这个弧形的这个体量 看起来像是同一体量的升起 透明性 在这边 在同一挂镜线下 一个方形的窗 非常的古典 但另外一个方形的貌似古典的窗 截断了这个墙群或者说挂镜群 以及 米开朗基罗的皮亚城门 古代建筑史的时候我曾经讲过 这个不只是巴洛克的现象 它甚至是后现代的开始 米开朗基罗把 他在这里面也纪念了他所能纪念的一切 他在艾奥迪的注释 他变成了质疊的里面 变成了倒角 以及他原本的冲套 他变成了一个悬挂的一个柔软的 当然这里面 他开了巴洛克 大盾 山花的线河 从里面嵌入了文字性的要素 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是 其实是文字说明 有的时候是文章 文章其实也是 通常遁形文章 也是那个时代 其实从军事建筑来 也是用来表达文字性内容的 就是你在军队哪部分 也会卡住文字性的部分 这是我刚刚想到的 突然 待会我们会看一张图 跟这个几乎是一回事 也是文求理化的 像拉斯维加斯讯息 所以在这个时候 当所有的要素 这个时候 当你只看到这个 立面的要素的时候 你什么都获得不了 但是在看到现代主义的立面的时候 不管是材料工艺 还是透明性里面的空间 状况 你几乎能看到它的一切 而除了这些 你又什么都获得不了 但在这一刻 当你没有历史知识的时候 什么都获得不了 而当一旦你获得历史知识的时候 你几乎从里面回顾了整部历史 这个是文求理的后现代 这个我们可以叫做后现代 在那个时代和现代主义最大的不同 所以这才是那次革命的风潮 而这个革命我们知道 它所有的力量源泉 都来自于现代主义本身 像我们之前也说的 像鲁迅说的 后现代其实是接过了现代主义 所有的理性力量 杀了一个灰马墙 能获得一切 在这个时候成见 取代理性 变成第一位在建筑里面能获得的认知要素 一旦成见获得认知要素 我们知道一旦当所有的符号 是为了让你唤起一个 不是让你认知它自身 而是让你唤起一个 你原本就认得的一个强大的 纪念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的极端呈现形式 就是罗伯文丘里在向拉斯维加斯里面学习的 里面提到的 这幅图太重要了 你们发现这个建筑已经一点都不重要了 它只是那个功能的实现形式 这个才重要 它只要说我是一个纪念物 纪念性成为纪念性本身 而从建筑的功能里面脱离出来 它被认为是后现代的极端表现 但我只给一个提示 还记得密斯凡德罗的德国馆吗 他在他用以纪念帕提龙的德国馆旁边 建了一个机械馆 才真正的是那个功能展馆 没有人认得那个 只认得那个纪念物 文丘里只不过是把那个纪念物写到牌子上 由此一个时代才是 这是我们太熟悉的时代 所以当我们还不知道自己是从哪来的时候 对所谓现代的这个进步的这个心形 是一点道理都没有 它只能带来愚蠢的 可能连模仿都不是 只是能带来愚蠢的自大 所以在这一刻我们发现 即便是被 不管是灰派还是白派都崇拜的科普希 一旦这把刀被磨好 它能够 不管是谁磨的 你磨的刀也可以用来砍你 当然科普磨过的刀被用来砍它了 所以我们看 大家这个东西看清楚了 有一个 科普希一定没有想到过这么多 但是当一个形式出现的时候 它可以被反复再揭露 在这个时候 几乎所有后现代的这个时代的人 都抄起手机来 往人脑袋上面打 这是一个多么可笑的事情 但我们觉得这件事可笑 但是多数人还都知道 手机是用来打电话的 但多数的建筑师 一旦自己想起后 现在想到的 无非就是抄起手机来 往别人脑袋上砸 在这里面甚至连最基本的形式解读也没有 所以当再次回到这一刻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它需要形式解读 当然这件事看起来会变得非常的简单 它只是因为看起来简单 会显得戏谑 会显得缺乏理性 但是所有的时代都是 一群最聪明的事把这件事做 而且做的震慑人心 就会涌出另一群人来把它做的 让人散慰 但这个回头 因为这个形式解读本身 双方面都被保全的非常的好 注释非常的像注释 没有米老鼠 我们也认得艾奥尼 对吧 但是即便没有艾奥尼 我们也认得米老鼠 但当文秋里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我更乐意 相信他是在恶心人 因为这个饭店是卖鸭子的 但当这件事的时候 他其实在说的一件事 就是那个才谋定的 就是 我是纪念 纪念 当你有一个简单母题的时候 你就可以这么做 但我看见这个 几乎已经没有技术门槛了 对吧 但是到现在我仍然不乐意认为 这个是文秋里的严肃操作 或者它的严肃是为了给人警醒 但这是我一厢情愿地认为 Garry年轻的时候也 也做过这件事 但在这里面 他仍然有形式解读 在一个形式里面 但在这里面实在是不 我对这个形式解读 到至今仍不能理解 是处于对罗克文秋里的尊重 我到现在仍然还没有死心 还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向大家高声 解读这个方案 请述此刻我还找不到语言 但是真正让我更找不到语言 我不知道啊 中国真的平心而论 中国如果从西方建筑学的角度来讲 它是一个最先锋的阵地了 我们知道 先是科普西的光辉城市 被中国人给实现了 对吧 然后在社会主义新东村里面 莱特的广武城市也被 也被我们实现了 那当后现在走到这一步 让很多那个时代 伟大的建筑师都有点望而却步的时候 中国人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 而且一直走到今天 还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我不能说它好还是不好 因为一件事当离你太近的时候 会因为近的 你像现代主义那个时代一样 你根本没有机会退两步去审视一下这个时代 我不知道在过四五百年的建筑史里面 会怎么书写这些 我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进入现代史 但是当这些东西逼近的时候 我的心脏内情不是特别好 我的心理素质非常有限 但是在这里面 包括在这儿 据说这个建筑师 这在北京 这个是不是我见过时景的 我讲的为数不多 我见过的 但是这件事让我有点忧愿 而且你驱车从旁边去我师父清水会馆 这是一必经之路 所以我 我几乎有一段时间 每个月都会跟他见一面 这个东西真的是有 是有纪念性的 他真的吓你一跳 而且他写实的程度 以及他原本的那个尺度 我真的很想知道这活谁干的 据说这个建筑师威胁甲方说 你要是把我的名字说出来 我就从真正看了 这是我听到的八卦 我无不得 到现在我们才开始介绍灰派这个秘密 灰派才是真正我们所提到的 所以这个逻辑并不是度过了现代主义以后 就进入一个叫做后现代主义的时代 而进入现代主义之后 其实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 非常不同的声音的他们构成了这个时代 一直到今天我们这个时代 只是我们发现我们看到灰派的工作的时候喜闻乐见 因为这事儿它确实可以寄出门块很低 但是白派我们发现它几乎已经快要耗散殆尽 但是所以我们也不能怪我们的甲方 你是建筑师 因为是我们自己降低了这个操作 我们还是有机会把门槛弃回来 但是我不知道 我不是一个勇于承担责任的人 但是我昨天微博上还在写 因为在背课的时候背的白杆交集 我觉得我突然发现我不喜欢这个时代 虽然我发现我在讲课的时候 从古埃及西方开始讲 包括讲中国的 我发现我喜欢既往的任何一个时代 但我不喜欢我所处的这个时代 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革命者 我可能没有勇气革命 但我特别乐意温一股酒为大家送行 老师就是干这个 一拨一拨的人出去 干什么该干的事 我还是讲讲这些词 灰派 灰派的这个得名是从哪儿来的呢 实际上恰恰 白派我们可以看到做东西挺白的 他们也喜欢科普也喜欢剪接 也确实他们去除了所有的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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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像型要素 它必然导致像皮板白痴一样的 但是灰派并不来自于它颜色的灰 所以有些会叫 比如说北京的对话叫灰派 贴青砖叫灰派 抹白叫白派 这是一个分不无耻的一个 一个误解 灰派来自于罗特文秋里 在建筑的复杂性 与矛盾性里面的一段阐释 它讲到Black or White 这是麦克尔杰克逊的一首歌 黑还是白 它指的是什么呢 包括功能主义在内的 现代主义以来 逻辑过于清晰的 自以为是的理性推演 你认为一个起点 一个精确的逻辑 你就能达到一个地方 这条路必然是非黑即白的 但是通过灰派的这根井的工作 我们突然发现 它不是这样的 即便你的操作 你的工具是非黑即白的 一旦你的作品呈现在那的时候 它马上就会有人冲出来 可以涂到五颜六色 当五颜六色 当所有的颜色都附留上去的时候 它会是灰 所以文章里说 我要的不是非黑即白 非此即彼 我要的是黑和白 或准 以及有的时候 它是灰 是他们杂柔在一起的时候的状况 这才是这个世界上 大多数的建筑 包括绝大多数的 课题存在的基本方式 黑和白存在于途径 但它永远不会只存在于结果之中 那我们看一些灰派的典型代表的作品 哈尔斯摩尔在西哈尔良 因为就是纽奥尔良有一段时间 有大量的意大利的移民过于居住 而且就是对当地的建设有非常大的贡献 当时就是纽奥尔良的政府就决定建一个广场 西方就是建广场来纪念一切 来感谢一下他们意大利的同胞 于是就找摩尔做 但是现代主义很难做这件事 你们看看特拉尼的法西斯宫 这事 它一旦特别现代了 它很难像是某个地方的 对吧 就即便是阿伯尔阿尔托 已经现代主义这个 时代阵营里面最低居性 你真把他房子拿出来 你说是法国大师干的 美国人 英国人 奥地利人 他其实也都行 他只是有点不太像德国人做的而已 对吧 所以现代主义的大师干不了这活 只有灰派的大师能干 因为灰派的大师肯在里面用灰 对吧 他不是非非即白的 所以在这里面首先 他没有盖一个 他没有盖一个圣彼得大教堂 对吧 当地政府也盖不起 然后就做了这么一个外面 我们看他有多少东西 首先他代表一个建筑师的作品 这有一个泡面对吧 因为泡了一道 他的那面突然就变得简洁了 但是在里面呢 我们会发现他有一个柱廊 这个柱廊来自哪 圣彼得大教堂 贝尔尼尼做的那个 因为贝尔尼尼做这个 他跟教堂讲的设计说明的时候 它是一个敞开的怀抱 像全世界所有的教证 对吧 那刚好这个敞开的怀抱 代表了 到了和鸟尔尔尼丹这个当局 以及他们的人民 对意大利人的欢迎 所以这变成 followed by 在一个环廊的时候 你这一面抛下来 你的第一直觉 你在建筑史书上 应该见过有一个东西叫做 罗马经济厂 对吧 所以它从下面 既然这个滚在上面 应该可以是一个拖得下来的 这东西你们都认得了吗 这东西叫做帕拉尼奥女提 对吧 当然这边该有的图示 什么的 其实都是有的 我们发现了 它有一个和罗西的 包括跟格雷夫斯的 这个类型化操作 一个共同的特征 它没有细节 所以在这里面 它会用非常鲜明的色彩 因为在这里面 如果是纯白的构型的话 不足以传达 因为纯白的构型 用于表达空间和体量特别棒 但它表现的是历史要做符号 所以当纯白的时候 它不合适 所以这是为什么 后现代多数的这个作品 会用非常明艳的色彩 是要补足原本在古典药素里面 所缺失的那一块 所以它除了用明艳的色彩 还会用非常材料化的自身表达 它会用金属色彩 这个也在古典药素里面 其实很少见 并不是没有 这个来自于哪 现代主义以来 当脱离了古典的细节药物的时候 第一个替换进来什么呀 就是材料的质地 以及它的工艺 所以它仍然保留了 现代主义所有的操作 但是它寻回了历史的符号要求 包括吉尔格拉的这个 不用说了 这个几乎就是 就是这个文修理的 这幅图的一个建成作品 对吧 这个房子一点都不重要 但是这房子举起来 这个纪念物才重要 它几乎花了所有的力气 在这个纪念物上 以至于我永远记不住 你这头什么样 上面这头我不用记了 我们闭眼中就知道是什么样 它叫做纪念性 纪念对吧 鲁迅先生也写 为了忘却的纪念 它真的是所有的纪念物 一定是让你闭上眼睛 马上就能记得住 然后在这个格林伯格的这个 就是这些都是 徽派的典型的大师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它在一个里面 比如说它同时纪念了 古典主义来自于 古希腊的三角形的山花 和来自于古罗马的 宫形的半圆形的代表 拱顶的这个山花 然后实际上在山花下面 它仍然断裂了 然后包括它在转角的位置 然后在这个时候 它其实面对了一个问题 什么 我们讲了 格罗皮乌斯讲到的时候 是拍古典 就是不是古典 现代主义的 没有立面的建筑的时候 你只能选择一个转角来拍 对吧 但是 格林伯格的这个 它两边是两个立面 它两边是两个立面 两个立面只有一个转角 所以它这个转角是最尴尬的 它面对了所有古典建筑 你一旦做立面 就会有这个尴尬 当两个立面碰到一个转角的时候 它连转角时的这个逻辑都不一样 所以它做了两套 对吧 这个是它的 这个是它的 秋毫无散 所以一旦你选择了一个方向 你除了会获得这个方向的力量 你还会面对这个方向所有的尴尬 但是最糟糕的做法是 你选择了一个方向 你面对了这个方向所有的尴尬 但你获得不了其中的力量 所以我们看 它做的事 其实在文音复兴的时候 几乎所有能力都有 去掉的只是细节 在这里面取代细节 但是材质本身的特征 但是我们发现 尽管古典建筑里面 从来不缺细节 但它也很少表现材料特征本身 这个又是回到科普西耶的伟大 它不表现材料 但它仍然有细节 所以当到这儿 我们看这个面的时候 我们认得这个帕拉蒂奥姬 那我们知道帕拉蒂奥姬提 是用来调和开尖的 因为它是一个自由力面子的 它旁边开尖的这个是可以伸缩的 而到了这儿我发现 它变成了一个入口门了 在这个时候仍然同时纪念了 三角形的山花 它真的有机会做了一拱 那种脚踏两边的时候 它终于这个严口又断裂了 分为两组 然后在这个时候我发现 没有历史知识 你是无法收到它里面的权利 这个时候很像是在古代 西方建设的古代 有一个时期叫做巴洛克 以及古典主义事情 认得要求需要支持 但是后现代究竟是哪天到来的 现代主义因为习惯精确 所以他们也要度量这个时间 所以有一个家伙叫查尔斯·詹克斯 这个其实是一个 他是一个言论家 就在现实学里面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算理论家 但他肯定是伟大的评论家 他宣判了一个现代主义时期的 死的时间 但这时间我就有点无厘头 现在建筑于1972年 7月15日下午3点32日 在美国密苏里头 圣路易斯城死去 他原因是什么呢 在这个地方 亚马撒奇你们知道 叫山什么石 山奇石对吧 就是现代主义的 当然看 日本人 但是基本上是一个 果拿拿 是一个 就是 纯西方 这个文化 素养的 是他在 圣路易斯 城这个地方 他 就是他规划了这个城 都是非常典型的 现代主义建筑 这个城 被炸了 你发现被政府给炸了 为什么要炸掉 是因为他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现代主义 但是被詹普斯 归结为现代主义的 他的冷酷 没有 没有归属感 没有历史 没有文化 所有这些的特征 这里面犯罪率 非常的高 就成为整个城市的 一个毒瘤 然后最后 政府也查不清楚 究竟是因为什么 加快警力 也没有办法改善这个治安 就想了一个科普西 也想到的办法 咱们把它推平了 重新来算了 那么詹普斯把这个归结为 现代主义的过错 的罪过 当然曾几何时 路斯喊过 装饰就是罪恶 他可曾想到 在端端问 其实不到七十年 其实连一百年都不到 七十年左右的时间 你们救人 喊出了 现代主义就是罪恶 所以他定义了 但是这事我觉得特别可疑 是亚马萨齐的建筑 首先这个日本人 他有多现代 以及这个现代都有代表性 他被炸了就死了 以及他是不是就代表了 后现代继位 但是因为 鉴于刚才 我自己都满怀惆怅的 在缅回怀现代主义的 那个光辉的时代 那他恐怕 我不知道他死没死 但是他总归被纪念了 但如果真的说 是谁宣判了 现代主义的死亡 我认为不是 詹普斯和亚马萨齐的 圣路易斯城 而是伦佐皮亚诺和 罗杰斯夫部 设计的彭皮路中心 因为一个现代建筑的 倒掉并不意味着 现代主义时代的过去 但当有人为 现代主义立碑的时候 当我们在纪念 现代主义 而不是操着 现代主义的方式 在纪念过往的时候 可能他才真的死 或者说当你突然 猛地想起一个人来的时候 才意味着你真的 把他给忘了 那么就是在这个时代 彭皮路中心 他用的方式 所以其实我认为 现在主义死的 比詹普斯的要 要晚几年啊 彭皮路中心 就是这么一个地方啊 首先这个展馆 它代表工业时代 那在这里面 一件最有趣的事 是建筑师 用后现代主义大师 之前我们看到 一个非常有趣的 包括罗伯特文秋里 都在这样做 他用现代主义的手段 在纪念 现代主义以外 所有的历史 对吧 所以意味着 现代主义的手段还在 现代主义一定也还在 历史都被 现代主义杀死了 但是在这一刻 建筑师 用后现代主义 大师的手法 纪念的对象 是所有 现代主义的工业成就 所有的这个功能性的要素 它的管道 电 它的结构 我这个在说结构 全都被翻在外面 作为表现符号来呈现 这个东西 在当时甚至 让人接受不了 在现代主义时代 已经成为教条和经典的时候 人都接受不了 是因为它太强烈了 现代主义的目标不就是这个吗 它真的达到了 但是有点受不了 所以 回到我曾经在 在哥特建筑宣判死亡的一句话 当它倒掉的时候 它一定还会再爬起来 当我们已经为点蜡烛纪念它的时候 说明它已经死了 当然在那个时代 仍然大量的评论家和理论家 不承认 现代主义的死亡 所以他们都写好了稿子 打算在 这个房子盖完以后 就发表来痛斥这个建筑的 罪恶 无知 粗鄙 等等一切 但是这些文章都没有发表 是因为这些理论家 根本没有意识到 这个房子早就盖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